欢迎收听历史题材小说 民企教父 沈万三 作者 李萌 博奖 祝乐 喜马拉雅出品 七十一集 陈掌柜呵呵一笑 怕 自然是怕 不瞒您说 沈爷您是外乡人 我对您的底细一无所知 说不怕那才是假的 可是我敢把粮食给你 就有给你的道理 你必须在我这儿 够三十万单粮食 不能在别的地方 够进一斗 还有 我会派我的人 跟着你把粮食送到家 如果沈爷不想再来大明府 那就把款子给他 让他带回来就好 好 那就这么办 咱们尽快交接 沈万三想也没想 我看最好是您跟着我去 免得您在家里 寝食不安地等着 那多难受啊 对于这个事情 沈万三自然是求之不得 反正回去就有银子 到时候给他就是了 也解除了自己 暂时囊中羞涩的难题 陈掌柜也不客气 拱拱手道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接着两个人又商量了 一些细节问题 一天之后 沈万三和郭如意 领着几十辆马车 来到了丰庆的粮仓 后来通过陈掌柜的介绍 沈万三又雇了些车嘛 这样车队大大增加 经过差不多两天的装运 粮食才马放整齐 事前 沈万三早已经和 图哈代他们商量好 自己先把粮食送回南皮 让他们三个 在大明府里等着 并留下几百两银子 让他们尽情地吃喝玩乐 本来图哈代 害怕沈万三在脱里鞋面前 说他们的坏话 坚持要跟着一块走 但是图哈代 假扮征粮食去过丰庆 如果被陈掌柜认出来 那他的身份就泄露了 为了保密 图哈代只好答应留下 一切准备停档后 图哈代告诉那些带来的兵丁 说他和八个伯列泰 已经跟花不差说好了 过两天 他会派人来大明府 他们三个要留下 在这儿等着交接 然后嘱咐这些人 一听到沈万三的吩咐 务必把粮食送到南皮 以解南皮的粮荒 大家自然知道南皮缺粮 听了这个安排 人人喜出望外 不仅可以回归故里 而且弄到了这么多粮食 回去之后必定有赏赐 陈掌柜就跟着沈万三的粮队上路了 他带了两名伙计 全身上下只带了几十两银子 一来是害怕路上出事 带多了不安全 二来跟着沈万三走 也花不着银子 吃喝都有人安排 只是他一直在担心 能不能顺利地拿到粮款 不知道这个沈万三的家底到底怎么样 不过为了不把粮食白白地交给朝廷 他也只能行险了 沈万三知道他的顾忌 所以只要当着他的面 尽量少说话 即使说话也是言必有据 尽可能做出稳重干练的模样 免得让人家觉得自己轻浮 靠不住 从南皮出来的时候 一路上吃吃喝喝 走得很慢 现在返程只用了不到五天 一是陈掌柜急着想拿到银子 早一刻拿到银子 人家早一刻放心 二是沈万三也急着回去 把粮食换成银子 因为有带去的兵丁保护 这一路上倒是平平安安 一进南皮城 还没有到府衙去拜会脱离鞋 他就得到了禀报 风风火火地赶过来 一看大街上一排马车 上边都马着一袋袋的粮食 他两只眼睛直放光 好像看到自己的大印已经回来似的 不过他现在一肚子的怒火 根本高兴不起来 他看到沈万三正从马车上下来 两步冲过去 抬手一直怒喝道 好你个贱上 我不是早就吩咐过你 粮食不用运回来 直接送到南边 你两只耳朵都聋了 沈万三一乐 急忙解释道 大人您听我说 我这不是刚刚落脚 还没来得及见您吗 边说边从车上下来 站定了脚 把脱离鞋拉到一旁 大人 咱里头说 这里人多嘴杂 自从沈万三带着他的 殷切期望出发之后 这脱离鞋 每日坐卧不宁 寝食难安 就怕出现什么差错 刚刚听下人禀报 说沈万三回来了 他先是吃惊 不知道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这 这是杭州远着呢 然后听说 没有见到屠哈蛋 而且 粮食 都带回来了 并没有送到南边去 他更加气愤了 慌忙跑出来 想问个究竟 你说 这蒙古人啊 思想单纯 尤其呢 众是言诺 你说过的话 必须要啊 做到 很少有反悔的 因此 他们也最讨厌 信口雌黄的人 脱离鞋 对沈万三此行 是抱着太大的希望 看到他就这么回来了 怎能不生气呢 沈万三早就想好了 怎么跟他解释 看他着急 先假装满不在乎的 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哎呀 大人 您知道 我为何回来得这么快吗 哎 他这一笑再一说 就缓解了紧张的气氛 脱离鞋 看他神情轻松 觉得可能自己想多了 说不定他早有安排 口气呢 也不由自主的缓和了不少 我怎么知道 你快说 沈万三笑道 大人别急 我跟屠哈代管家出了南皮之后 一路到了大明府 正好大明府不仅不缺粮 而且汇聚了众多的粮商 五股杂货 无一不有 无一不是充足富裕 我当时就想 大人您是要等着要回大印啊 去江南也是买粮食 咱在大明府也是买 为什么不就近办了呢 这样也可以早一点换回大印不是 所以我和屠哈代一商量 就在大明府把粮食给买了 说起来也是大人您 吉人自有天相 好巧不巧啊 正好公布的甲鲁大人 派人去大明府抽丁 去修河堤 顺便争粮捐 屠哈代管家就找上去 把您呢 要给花不差送粮草的事一说 抽丁的官员大喜啊 他们正好也准备运粮食 所以呢 我就把粮食交给他 屠哈代他们三个 跟着去要您的大印去了 刚开始啊 脱离鞋皱着眉头 随后慢慢的舒展开了 似乎是相信了 沈万三放心不少 接着说 大人 屠哈代和两位将军 都想把大印亲手交给您 谁也不愿意跟着我回来呀 他还故意啊 告他们一状 这样显得更加的真实 果然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脱离鞋已经哈哈大笑起来 哎呀 他拍着肚子 有功 有功 啊 你们都有功 这样我就放心了 沈万三接着又吞吞吐吐的说 大人 不知道您答应我的事怎么样啊 啊 我 我答应你什么了 大人 您别忘了 您答应过我 在我回来之后 难疲所需的粮食 都有我一个人供应 现在我把粮食都运来了 啊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我看你想的多余 你走了才几天呢 谁能这么快把粮食运来 跟你抢生意 啊 南皮城是有几家粮行派伙计 去外边买粮食去了 可都没回来呢 现在整个南皮城 粮食超过十万弹的 就是我的官仓 沈万三大喜 那我立马开始卖粮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欢迎继续收听 托里斜啊 虽然听沈万三说的合情合理 但是还是心有顾忌 把护送粮食的兵丁找了疑问 说的呢 和沈万三差不多 这才放心回府 南皮缺粮日久 所有的粮行都断货了 沈万三还没有开始兜售 已经有几家粮行主动找上门来 一打听 说这些粮食啊 就在本城卖 一个个喜上眉梢啊 争先恐后的来定买 沈万三去见了楚嫣然 然后把十几万两银子的粮款给陈掌柜接了 陈掌柜拿到银子之后 一刻也不愿意多待 当天就回去了 之后啊 沈万三就和郭如意一起应接不暇的伺候主顾 这批粮食呢 金价不高 均价是一贯一贷 沈万三以一两一贷的价格出售 整整赚了一倍啊 自从超币更益之后 货币贬值 南皮没有被围困之前 粮价早已经涨到了一粮左右 现在特殊时期也是一粮 所以只过了两天 这四十万弹粮食 已经被订走了二十多万弹 沈万三忽然发现 自己把粮食卖得这么便宜 那些粮行的掌柜似乎并不太积极 来订购粮食的时候 都是尽可能的奖价 而且啊 说话很决绝 似乎呢 料定他还有下降的余地似的 在这种奇怪的感觉出现一天之后 他马上涨价 宣布余下的粮食都以一两一贯出手 也就相当于三贯一弹 这情况马上起了变化 说来也怪啊 他卖得低的时候 这些粮行的大主顾啊 开始很积极 后来就不断要求继续降价 现在他把这价格一调高 他们反而不啰嗦了 反而比刚开始还要积极 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怎么卖得贵啊 这些人反倒更积极了呢 想了很久 终于想通了 现在南皮城啊 粮食是短缺严重 他们看到自己运回这么多粮食 一定以为自己会趁机狠狠大赚一笔 所以这个心理价位啊 是一个出奇高的价位 没想到自个儿开出了一两一弹的价格 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这只能让他们呢 有两种想法 一个自己是傻子 不懂得其货可居 物以稀为贵的道理 更重要的 他们呢 觉得自己尽量的这个价格相当便宜 便宜到只卖一两 也可以赚很多的地步 所以他们开始大胆降价 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赚的多 他应该有降价的空间 现在呢 价格一涨 那些人呢 觉得如果不赶紧下手 说不定啊 还会再涨 就争抢着找他 明白这些道理之后 沈万三感叹道 人心真的很难懂啊 如果一开始就买一两一罐一弹 多赚了许多银子不说 还免去了许多麻烦 看来啊 自己还是把人心想得太简单了 是 现在我们都有一句话嘛 叫买涨不买跌 五天之后 等所有的粮食都卖光了 所有的财产加在一块 沈万三一盘点 我手里现在已经有了近百万两银子 这在以前那几乎是不敢想象的 看到成堆的银票 他觉得心神不宁 因为现在整个南皮城都知道他有钱呢 这不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在动乱频发的时候 他先拿了一万两银子 交给脱离鞋 现在必须得到官府的支持 有官府给他坐后台 他才放心 随后就是要尽快的离开 可是脱离鞋呀 不放他走 干嘛呀 因为大鹰还没回来呀 这让沈万三为难了 托哈代他们呀 根本就没有去拿大鹰 还在大明府等着呢 拿不回来大鹰 他就不能走 必须得想办法 脱离鞋呀 这两天 一见到沈万三 都是这么一句话 我说万三哪 你说的那些事都不算事 这都几十天了 我的大鹰 怎么还没拿回来 我都急死了 你给我想想办法 沈万三说 我看不如我再去一趟 亲眼看着花不拆 把大鹰交出来 大人您觉得怎么样 脱离鞋呢 早有这个意思 只是啊 沈万三很乖觉 自己赚了大把银子之后 并没有独吞 给自己送了一万两银子不说 而且据说连自己的下属 都被他打点变了 现在弄得每个人 都在替他说话 每个人见到他 好像啊都跟见了亲爹似的 自己呢 也不好意思再为难他 现在听他愿意再跑一趟 心里很高兴 那好啊 你去你去 你老婆还在府衙里 你放心 我派人伺候着 不会委屈的 沈万三点点头 我去 还是把车马和护送的人都带着 趁机会啊 在江南 咱们再采购一批粮食 不能白跑这一趟 这一路的花销呢 我一个人拿 另外 这是两千两银票 大人您收着 脱离鞋看他 又递过来一张银票 伸手接过来 不高兴的说 我看你早就盘算好了 连银票都备着 南匹还是缺粮食 你那几十万档啊 还真不够 想去是可以 不过 你给我听清楚了 这回的正事 可别给我耽误了 你这次去 是专门给我盯着大印的 拿不来大印 看我怎么跟你算账 脱离鞋之所以发怒啊 是因为他看到沈万三的生意 做得风生水起 可是自己啊 这个大印还没拿到 不由得 有点心里不平衡 找到机会嘛 就发泄一下 沈万三 看他发火 心里有点发虚 小心翼翼的对付他 银票 是我随身带着的 这不 刚刚想起 用您的人马 才想起孝敬您嘛 大人 您放心 我的家眷 不是还在您这儿吗 一天不把您的大印拿回来 就住在您这儿不走 我看 我明天就去 快马加鞭 路上不耽搁 可是啊 这次出去 脱离鞋 不同意再派那么多兵俑 跟着他 只同意派三十个人 他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 并训话 让他们 跟着沈万三 外出公干 一切 都要听沈掌柜的 虽然啊 这次人数这么少 沈万三 也没有太计较 反正 这次运的粮食 没上回多 已经 绰绰有余了 告别了 楚燕然 他带上郭如意 又出发了 这回走得很快 不到五天 就到了大明府 他把事情 都告诉了 图哈代 只是没说 自己具体赚了多少银子 可是 沈万三很快发现 自己在南皮的一举一动 图哈代 居然了如指掌 知道的是一清二楚啊 看来 他在那些兵俑里边 安排好了人 可以随时向他通风报信 沈万三 又给图哈代他们 每人一千两银子 然后 又从陈掌柜那里 购买了七万单粮食 准备去黄河大地 此时 大明府内 关于即将收粮捐的传闻 还是不绝于耳 但是 迟迟不见动静 这和从前啊 说收捐 就雷厉风行的执行 有点不一样 于是 不免的 好些人就 暗暗猜测了 是不是朝廷准备在 十抽四的基础上 再加码呀 至于加多少 还没有定 所以 才没有动静 也有人觉得呀 是另有原因 总之 很少人说 那消息是假的 你看 这谣言 就是这么可笑 沈万三知道 这次难行事关重大 如果拿不到脱离鞋的大印 有可能 有性命之忧 就算自己可以逃脱 楚嫣然还在他们手里呢 为了尽快把事情办妥 他一改迁就忍让的策略 声明 这次难行 所有人不准喝酒 更不能够熏花问流 就算是下雨 也得赶路 图哈代表示赞同 路上走的倒也顺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作者李蒙 颇奖 祝乐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集分解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历史题材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作者李蒙 颇奖 祝乐 喜马拉雅出品 72集 至正十一年 公元1351年5月 接连下了二十多天的大雨 黄河水未暴涨 平地水深两丈 北绝白毛低 六月 又有多处提防绝口 曹 岩 济 蒲 等州 相继受灾 不仅农田村庄被淹 还危及延场的安全 于是 经过一番争论 拓拓力排众议 拍板修堤 为派公布尚书 甲鲁为河房史 征调汴梁 大明 等十三路民夫 十五万 从黄陵冈 南到白毛口 西到阳青村 准备开河二百八十里 把黄河引回旧道 为了早日赶到山东 沈万三叫人 日夜不停地赶路 走出大明府以后 越走 人烟越稀少 有时候 往往几十里 看不到人烟 道路两边 随处可见枯骨 有的村庄 房舍俱在 就是没有一个人 连野兽 也很少见 临近黄陵缸 路上的行人 逐渐多起来 不断有官府的人 驶马经过 看到这么多 拉在粮食的马车 不免都多看了几眼 但是看到有这么多 兵勇护送 都知道这是朝廷的人 没有人觉得奇怪 这天走到中午 天气太热 车队停下来休息 沈万三间不远处 有一个小茶社 里边三三两两地 坐着几个人吃茶 就信步走过去 希望能够听到一点 有关修筑河堤的消息 这个茶寮非常大 但是又不能叫茶馆 因为很简单 只是用竹竿草席 搭建的一个凉棚 勉强遮挡烈日而已 里边有两条长凳 和几张歪歪斜斜的桌子 每张桌子的四周 都摆着几个木头墩子 看起来是没有足够的凳子 用木堆充当座位 沈万三就找了一个木堆坐下 一个打着赤膊的干边老头 迅速跑过来 用一条脏细细的长巾 擦了擦那桌上的茶碗 他不擦还好点 一擦之下 本来不太干净的碗 就更脏了 随之他拿出一个大大的铜壶 往里边倒了一碗凉透的茶水 一张嘴 露出一副暗黄色的牙齿 观也喝 看沈万三衣着不凡 知道这不是一般人 不免有些紧张 也不敢多说 沈万三本来不想喝 可是实在口渴 看到别人都不嫌脏 端起来 抿了一口 发现这个茶水啊 不仅没有一丁点茶的味道 甚至还有点苦涩 又吐出来 这什么茶呀 怎么这么难喝呀 老头怕他怪嘴 更加紧张了 满脸委屈的说 这是梗菜 不是茶 我们乡下人都把这个当茶喝 是弄这个茶棚一辈子 总共就喝过两回茶叶 还是茶叶末子 也没觉出多好喝 沈万三自然不知道贫苦百姓 吃喝都成问题 没有人喝得起茶叶 所以就把野菜晒干了 当茶叶泡着喝 好 我喝不惯这个 老汉 你还是给我端一碗清水吧 沈万三客客气气的说 老头急忙答应着 转身端了一碗清水来 坐在沈万三左侧的 是三个穿着短裤 打着赤膊的汉子 看模样都是民夫 三个人好像在议论什么 而且说得很起劲 一个挑和服模样的人 神秘的说 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 弥勒佛将士 俺家哥哥可是真真儿的 看得清清楚楚 说是那天夜里 满天的红光啊 几里地以外都看得见 不光他一个人呢 全村都看见了 一个个慌忙跪在地上 磕头呢 另一个河宫模样的人 听得入神 小声道 咋呀咋呀 弥勒佛长什么样 那条河宫说 你别急 听我慢慢说 那红光啊 放的呀 有一两个时辰 等啊 没光了之后 俺哥过去一看 您猜啥 在地上 看到一块石碑 上边说 天下要大乱 明王 要出世 一直没有说话的一个河宫 好像想起了什么 一脸紧张 抢着说 我也听说了 我也听说了 几个月前 我就听人讲 天下大乱 明王出世 还说什么 十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 天下反 你没看见 黄河真的动了吗 那挑河夫一拍大嘴 就是这话 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一个字都不带差的 就是十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 天下反 我看哪 要出大事 打乱之后 有大志 咱们 要等明王 来拯救了 我不想那么多 只想着 能把十钱给我点 比啥都强 十几万的河宫 只给了那么一心半点 连一斗粮食都换不来 管啥用 十呢 食品的十 钱 就是 您最爱的那个钱 说白点 就是 饭钱 旁边这位 又说了 用手 还指指天 这你就不知道了 公钱 朝廷早就发了 不都是 被这些人给扣下了吗 什么 你是说公钱 让当官的给摊下了 这他娘的呀 太不是东西了 老子没日没夜的 干了好几个月 一个钱也没捞着 他们倒是 贪得欢事 啊 那挑和夫 冷冷一笑 你当这是 清平世界啊 啊 要是的话 明王还出使救人 弥勒佛能降世 这是连天上的神人们 都看不下去了呀 咱们平头百姓太苦了 要来救咱们 你们俩听我的 要真是应验了那句 食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凡 咱就他娘的敢反了 这是上天的旨意 谁敢不听啊 另外两个和公 听到这儿 唯唯诺诺的点点头 好像并不敢造反 匆匆喝了几口就走了 那挑和夫 却又跑到别的桌前 和人聊起来 聊着聊着 就又说到了什么 食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凡的话 沈万三心想 此人莫不是想造反啊 怎么一直在挑唆鼓动呢 这是发展革命对象呢 过了一会儿 那挑和夫 慢慢走到他面前 拱拱手 爷太是哪人呢 沈万三不想和这种事情 牵扯太多 就含含糊糊的说 我是大明府的 哦 那挑和夫 嗷了一声 爷太一路上 可曾听说 明王初是 天下要大乱的事啊 沈万三摇摇头 这位又接着说 这事千真万确 我是好心哪 看爷太你 不像是做苦力的 哎 莫不是家里 开着什么游方染方的 越是生意人 越要信这个 没听人都在说嘛 食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凡 前头就是黄河大堤 那天哪 那食人一现世 天下的贫苦百姓 都要早起反来 你们这生意人 也做不了生意了 该想想啊 别到时候吃了亏啊 我 他这统战工作做的也太好了 真什么人都找啊 什么人都问呢 这话已经说得很露骨了 明明是在挑唆人家造反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 沈万三 欢迎继续收听 沈万三说道 我不信这个 我还是老老实实做我的生意 那挑和夫冷笑了一下 真等到食人现世那天 你就信了 然后转身走了 沈万三盯着他走远了 只见他和几个衣着相似 都是挑和夫模样的人 聚在一块 站在大道上 嘀嘀咕咕的说了很久 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之后几个人又分开 好像是商量什么事情 然后分头去做了 沈万三开始不安起来 隐约觉得 这一次的山东之行 不会一帆风顺 山东来过呀 当时怎么来的 头一次来山东 就是因为被抓了撞钉 这次来 恐怕也没有什么好事 如果说 刚刚听那个挑夫 宣讲什么造反的话 他还可以当作 是愚民妄言的话 那么看到这个人 居然有同伙 就不能掉以轻心了 这显然是有人 在组织谋反 而不是一两个人的 非议图乱 他知道 说不定马上 就会有大事发生 眼下还是 急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拿到脱离鞋的大印 回去和楚燕燃会合 免得惹祸上身 他从身上 拿出一两银子 扔在桌上 查聊的老头 惊恐莫名啊 怎么着 他这辈子 从来就没见过白银 要找还他余钱 可是 搜找了一番 也找不出那么多零钱 沈万三摆摆手 老伯迎声不义 都收一下吧 那老头二话不说 扑通 跪在了地上 连忙磕头啊 官业 官业 看来 是把沈万三 当成官员了 看到老头脸上 沟壑般的皱纹 沈万三想到了 远在家乡的老父 伸手扶起老头 温声道 老伯 这几天 别在这儿做营生了 天下不太平啊 那老头 已经是老泪纵横 手里捧着那一两白银 浑身都在发抖 颤巍巍地说 官业 您说的是那挑河的吧 这帮人 见天在这儿跟人说 十人一只眼 他们啊 都是叫门里的人 专门来唬人 莫要信他 谁要是和他们 顶着说这么一句半句的 都要遭他们暗算 不是半夜 烧了人家的屋子 就是堵着你 打个半死啊 官府也知道他们 捉了几回 也都放了 人多着呢 惹不起 什么 老伯 您刚才说什么 叫门 那老头 看到自己的话 受到了沈万三的重视 有点受宠若惊 低声道 是白莲教 自从朝廷派人来修低 他们就来了 成群接伙的 干了挑和夫 平时啊 有事没事 就到我这儿 说一些叫人听不懂的话 我听着都烦你了 也啊 不敢得罪他们 当地啊 有人要趁机谋反的预感 再一次被证明 沈万三急忙回去 找了图哈代 把他听到的和看到的通通告诉他 想和他商量对策 没想到图哈代一点不吃惊 依然平淡如常 好像是在听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沈万三语气缓和了一下 说道 我们快点赶路 找到话不拆 要回大印就回去 一刻也不要耽搁 图哈代 呵呵一笑 拍拍沈万三的肩膀 我的掌柜爷 你经见的少 没见过这种阵势 有人造反 算啥 我见的多了 南皮城被困 多少人被杀 现在普天下 想造反的人多了 有几个真正能动朝廷的根基 咱们呢 就假装没看到 没听见 你我都是过路的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沈万三一愣 觉得他说的也在里 看来是自个儿想多了 还是装作不知道的好 问了几个过路的迎兵 听说花不拆正在黄陵冈 沈万三急忙叫车夫上路 走了大半天接近黄昏 沈万三也不让停下来埋锅造饭 说道 不能停 什么时候走到黄陵冈 什么时候吃饭睡觉 路变得难走起来 泥坑一个接着一个 几辆马车陷在里边 每陷进去一次 几十辆马车都要停下来等候 耽误了很多时间 沈万三很是着急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似乎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看着大道前方 扬起的漫天尘土 他喃喃自语道 上苍保佑 我们能平平安安回去 此时黄陵冈不远处 有一个早已荒废的小村庄 里边一座不大的碎石块 铸造的小院中 忽然升起了一堆篝火 给这个沉寂许久的小村庄 带来了一丝生计 时时天热 篝火只是为了取量 院子里聚散着 几个农夫打扮的男子 有的坐在石块上 有的坐在枯草堆上 有的干脆盘腿坐在地上 只有一个身姿挺拔 仪表不凡的中年男子 焦急地夺着步子 他穿着一袭灰布道袍 唇下一层短须 神情坚毅 双目炯炯有神 好像可以洞穿一切 他时不时地向院门张望 脸上一副心急如焚的模样 好像在等什么人 又好像有什么心事 宗主切莫着急 刘爷做事向来仔细 由他从中主持 亮来不会出错 一个身着青衫 书生模样的人 从地上站起来 走近两步 靠近那中年人劝慰道 那中年人抬眼看着院门 悠悠地说 先生说的是 福通做事 我放心 不过 起事之前走漏风声 种种布置 就将复制东流 此事太过重大 出不得半点差错 一刻没有消息 我一刻不能安心 一边说 一边不停地来回走着 那青山人紧跟着他 胸有成竹地说 宗主只管放心 我教终数万兄弟 此时已经整个待旦 只等宗主一声令下 一起发难 不要说朝廷派来的那些官员们 游在梦中 不知大难将至 他们一个个 依旧醉生梦死 没有半点防备 就是他们知道了 现在从各地调兵来 咱们也已经稳住了阵脚 正好欲迎头痛击 从此扬明天下 到时普天下揭耕而起的义军 就会云集归并 咱们的声势越来越大 只待挥师北进 直到达鲁巢穴 霸业可成意 他说到后来 已经是激动得满脸通红 亲经报旗 眼前好像已经看到了自己 日后荣登庙堂 封侯拜相的情景 那位被称作宗主的人 倒是很冷静 注视着天上 隐隐半露的月亮 沉吟道 但愿如先生所言 上天叫我韩山童光复大宋地业 必定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废除种种磕镇 让百姓修养圣喜 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 白莲教的教宗 韩山童 他是鸾城人 现在属于河北 自幼跟随父亲 四处传播白莲教 到后来就自封教宗 史料记载 鸾城韩山童父子 鬼言白莲花开 弥勒将士 正式创设白莲会 依托佛教 造作金卷福禄 传播民间 与治政十一年 率愚民为乱 自从朝廷 调集数州十余万民夫 修筑黄河堤防 他和挚友刘福通 就像得到了某种启示 一连几天闭门长谈 最后决定不能放过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筹谋多年的大事 终于到了实施的时候 紧接着 他们召集这些年来 着力培养的一些教宗骨干 分派任务 让他们联络教众 宣扬十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趁雨 为侧动黄河滩上 几十万河宫做准备 为了事半功倍 又让几千信徒 假装挑河夫 混入河宫当中 挑唆 拉拢公游 一带十遍 好伺机 而动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 沈万三 作者 李萌 颇奖 祝乐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 下集分解 更多精彩 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历史题材小说 民企教父 沈万三 作者 李萌 颇奖 祝乐 喜马拉雅出品 七十三集 同时 两个人都知道 这次举世 可以说 是把身家姓名 都压上了 如果失败 不仅这么多年 辛苦的经营 将毁于一旦 说不定 还有性命之忧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们决定 分头行动 在两个地方 先后高举一旗 逝施返元 刘福通 先去他的老家 安徽尹州 就是在现在的 安徽富阳戒首市 提前布置 而他则在这里 策动河宫之后 一同返回 河北老朝 宣告起兵 两个月前 刘福通 已经到了 尹州 积极准备 随时 报起发难 刘福通 最初首异地 使学界目前 大致有 今天的河北 永年县南 还有 今天河南 山东交界处 黄陵刚 还有 就是安徽 富阳戒首市 等诸种说法 经考证 还是 尹州说 最为可信 他在尹州 经营多年 人脉剖广 又有一众信徒 只要他一声令下 找起来几万人 不成问题 可是 毕竟 这不是平常的小事 这是起兵造反 历朝历代 都是最大的罪名 韩山东 不能不担心 此时 他又朝院门口 看了看 希望能看到 递送消息的人到来 一个月前 为了了解 刘福通 在尹州的 切实情况 他派自己的儿子 韩灵儿 和部下 一同前往尹州 可是到现在 一直没有消息 也不见回来 为此 他忧心忡忡 生怕出差错 又焦急地 等了一会儿 忽然 一阵砸他的脚步声 从外边传来 韩山东 急忙快步走向院门 走了两步 又担心是官军 所以 一想激进的他 急忙停下 先向院子的四周 看了看 如果有突发情况 他准备翻墙而逃 此地隐蔽之急 平时官兵 根本不来 只要是官兵 那就一定是来捉他的 他决定 把这里 作为自己 发号施令的地方 一来 是因为隐蔽 二来 也是因为这个小院 墙头低矮 凭他的伸手 轻易就可以翻墙逃脱 几年前 他父亲 四处宣扬教义 以图谋不轨的罪名 被朝廷处死 打那之后 他发誓 他发誓 要为父报仇 也变得非常小心 生怕有内奸告密 这次的行动 尤其需要谨慎 有一丁点差池 那就是生死的大事 让他安心的是 进来的不是官兵 而是十几个挑和夫 看到是自己的手下 韩山童把心放了下来 他神色严峻地 对那十几名挑和夫道 我早已经吩咐过 不是大事 你们不要到这里来 以免被朝廷的人跟踪 有什么事吗 一个矮胖的小个子 快步走到他的面前 微微恭身 恭手道 回宗主 我本来是想告诉宗主 这弟兄们 几天一直在办 宗主交代的事情 把明王出世 弥勒佛将士 天下即将大乱的事情 到处说 几乎所有的河宫都知道了 暗地里都议论纷纷 有的害怕 有的幸灾乐祸 有的蠢蠢欲动 准备跟咱们大干一场 韩山童似乎很满意 但是他不想表现出来 同时也不知道 这些人说的是真的 还是想在自己面前请功 故意夸大其词 在黄河滩上启示 这件事情不能有一丁点马虎 必须掌握真实情况 所以他决定试试它 于是脸色阴沉地说 我看你说话不免夸大 教义说得明白 不要假言假语 巧言欺骗本作 死后是要进阿比地狱的 那人吓得脸色都白了 急忙跪在地上磕头不止 宗主 我说的绝无半句假话 兄弟们确实把宗主交代的话 都传遍了黄河大地 现在十之八九的河宫 都知道那几句称语 宗主如若不信 可以问问他们 他们都能给我们作证 我们有半句不实之言 和他一同进来的 另外几个人 也纷纷点头 证明他说的是实话 其中一个人说道 宗主 三哥说的句句是真 这几天来 我们为了宗主的鸿图大业 把那几句称语 宣扬的是人人皆知 不能说人人都信了 总之 十之八九都信以为真 连河道上的剑弓 牙翼也有十几个人找我 询问怎么能躲过灾祸 又问明王出世之后 天下会如何 韩山童听到这儿 才满意 点点头 脸上的表情 也在一瞬间变了 他和蔼可亲地 伸手把跪在地上的那位 扶起来 拍拍他的肩膀 老三兄弟 你不要怪我苛责过甚 咱们这次是在刀尖上走 稍有不慎就要掉脑袋 我的一举一动 都关系着数万兄弟的生死 能不小心小心再小心吗 这几日来 弟兄们都在河滩上受苦了 再熬几天 几天之后 咱们就揭竿而起 把打鲁杀尽杀光 咱们坐龙亭 到那时候 诸位兄弟都是开国功臣 少不了出将入巷 轻史留名 他的话说的是慷慨激昂 但是表情却异常的平淡 有一种让人无法抵抗的亲和力 诸位手下是大为动容 尤其是被他亲手扶起来的那个人 更是热泪盈眶 觉得自己能被教宗搀扶 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只有以死命报答 咬牙切齿地说 我的命交给宗主了 只要能成就大事 我就是死了 也值了 韩山童笑了笑 又神情严肃起来 识人献士 可曾说了 那人赶紧回答 说了说了 都说了 都是照宗主您吩咐的话说的 分毫不差 韩山童又对那个青山人道 先生 那识人是否都安排妥当了 青山人攻身回禀道 我已经让阿刘大带人趁着夜色 把识人埋在黄陵缸的一棵大树下 咱们的人也混在河宫里 到时候由他们假装做工时 不慎把识人挖出来 这识人献士的趁雨就应验了 韩山童点点头 祝福道 此事物求绝密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那两个石匠 现在何处 叫进来 我要好严安抚 看他们不会多嘴 才放心 青山人不敢怠慢 招手叫过来一个人 耳语了几句 那人一连点头连忙跑出去 又转头对韩山童道 宗主 那两名石匠 已经受到感化 甘心入教 一直想见宗主一面 我看这几天宗主万事缠身 一直没敢让他们过来 韩山童满脸是可亲的微笑 全没有了刚刚的威严 好像是一位宽厚的师长 开玩笑道 我有什么好见的 又不是二八娇娘 几个人都笑起来 简单的一句玩笑 立即把小院中紧张压抑的气氛化解开来 不久 两名面色幽黑的石匠被带了进来 韩山童看两人有些紧张 就想开几句玩笑 缓和一下气氛 人们都说能功巧将 我看二位是天功巧将 如若没有二位这双带天从事的手 那句称语也不会显现人间 二位可称得上是天官 又指指身边的人 你们都说我神通广大 我看哪 这二位也是神通广大 听着朋友 您现在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欢迎继续收听 两名石匠早就听人说 韩山童是神仙将士 法力无边 仰慕之情异于言表 可是真的见到了 即便是凡人模样 也不敢太过造字 毕竟韩山童在这些渔民的心中 已经是神人而非凡人 两个人急忙跪下 听人说 能跟教宗说一句话 就能多活十年 教宗跟俺们说了这么多句话 俺这趟没白来 另一个石匠也磕了两个头 我们俩愿意入教修行 做宗主的马前卒 韩山童欣然道 嗯 好 那我圣教又多了两个人才 你们先跟他们去相谈拜祭 正式加入我白连教 两名石匠大喜 欢欢喜喜地被带了出去 两个人的身影刚刚在院门前隐没 韩山童前一刻还笑容阴阴的脸 马上变得阴沉起来 换过来一名亲信 低声道 此等渔夫 怎么能知道这么重大的机灵 把这两个人灭口 做完之后 尸体抬过来 让我亲眼看看 看不到他们的尸体 我都不放心 马上去坐 那亲信领命而去 最后两声惨叫声传来 韩山童神色漠然 等那两名石匠的尸体被抬过来 亲眼看到 确实是刚刚那两个大活人 他这才放心 把死尸扔井里 手下人急忙抬着死尸出去了 这时 两个农夫打扮的汉人 匆匆跑进小院 对韩山童微微躬身 叫做 徐爷和韩公子来了 韩山童一直在等 刘福通那边的消息 听到派去的人回来了 心中一阵激动 不过 他很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 脸上掠过一丝喜色 马上又恢复平肠 淡淡的脚 让他们进来 少请 一个三十多岁的精壮大汉 和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 一同走进来 那少年就是韩山童的儿子 日后雄聚一方的小明王 韩林儿 紧随其后的大汉 姓徐明寿辉 现在他还是白连教中的一个中层人物 谁也不会想到 不久之后 他就将在齐州 今天的湖北齐春举兵 随即封地立国 好天丸 此时的他 虽然表面上还是鬼 韩山童统管 试试听他调遣 其实 已经和韩山童 不是一条心了 背地里 在湖北 发展自己的势力 而且 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一旦时机成熟 他就会伺机而动 在起兵返源的同时 脱离韩山童的截志 自立为王 现在 他预感到机会 已经来了 看到韩山童 他的心里 一阵波动 暗叹 教宗啊 不是我对不起你 是你把好处全占了 跟着你 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韩灵儿 正春风得意 这次 他亲自观摩了刘福通 在影州起事前的 各项准备 虽说 他没有直接参与其事 但是 毕竟也亲眼见到过 刘福通的 种种部署 有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让从来没有 经历过大场面的 他兴奋不已 一路上 都在想 见到父亲之后 怎么详详细细地 禀报自己的 所见所闻 此时 还没有走到 韩山童身边 已经忍不住 叫起来 爹 刘师叔 已经布置 妥了影州的事情 现在 已赶去白鹿庄 等候父亲 一同祭告天地 起兵讨员 白鹿庄 在河北永年县 河北是 韩山童和刘福通 起家的大本营 他们在那里 经营多年 信徒极重 永年县里 更是人人信奉白连教 甚至连官府 也奈何不了他们 综合种种因素 他们觉得 在永年起兵 最为安全 就算失败 也可以迅速逃脱 紧随其后的 徐寿辉 则故意 放慢了脚步 一切 由韩灵二 去说吧 反正 他已经打算 连夜赶回湖北 也不贪这份功劳 如果 韩山童 能够同意他回去 是最好 如果不同意 他就准备 偷偷地 前走 总之 这是自己 翻身的机会 无论如何 不能错过 现在 尽量避免 和韩山童 见面 免得呀 他重新分派 给自己什么任务 耽误了 潜回湖北的时间 韩灵二 将刘福通 起兵前的准备 叙述了一遍 韩山童 越听越得意 连日来的 忧心不已的事情 一件也没有发生 现在 刘福通 已经把 尹州的事情 安排妥当 他们的起事 可以说 已经成功了一半 只带他赶回白鲁庄 即告天地 正式起兵 紧接着 黄河滩头 尹州 就会接连响应 让朝廷 得不到喘息的机会 难道 是老天 有意助他 成就大业 想到这 他顿时 信心十足 沉声道 福通 料理好了 尹州的事 我明日 就赶回河北 和他会合 韩灵儿 兴奋的额头 渗出一层细汗 声音 微微发颤地说 爹 咱们什么时候 起兵 说着 紧紧地 盯着 韩山童 韩山童 微微沉吟 随即 双眉倒数 神情宁定 好像 下了决心 大声说道 两天后 两天后 我就即告天地神佛 起兵返元 河北永年县 离山东不远 起码 不过一日的路程 想赶回去 非常容易 虽然 人人都知道 局势 就在这几天 但是 具体是哪一天 却一直未定 直到此刻 听到了 确切的消息 众人 顿时欢呼起来 是既兴奋 又紧张 谁都知道 这是造反 这是杀头的大罪 但是 造反 也可以换来 今天的荣华妇 富贵 这些人都认为 韩山东不是凡人 跟着他 起事造反 成就霸业 那是迟早的事 所以都不怎么担心 一心想着 自己终于可以出人头地 一个假装挑和夫的弟子 看韩山东高兴 想趁机会邀功 便走进韩山东 小声禀报 宗主 我今天 我今天见到一支运梁的车队 有朝廷的兵马看护 但是 领头的 却像是一个商人 不如咱们 今晚趁天黑 追上去 抢了他 咱 不是正好缺梁草吗 韩山东还没有说话 徐寿辉已经开口了 他上前一步说道 我看是这么回事 现在粮食这么金贵 这八成是给休和地的官兵吃的 咱们该抢过来 宗主 你安心回河北 这活就交给我吧 不费吹灰之力 我就把粮食半点不少的 给您拿来 其实啊 他呢 是想趁这个机会 外出抢粮逃走 顺便还能带走一批兄弟 韩山东却不这么想 他想的是全局 沉吟片刻 他沉声道 当此要进关口 不宜妄动 如果惊动了官兵 坏了大事 就不好了 韩灵儿 向我生而有灵佛护佑 掌明我叫普渡众生 原是我的天泽 孕良的 无论是官 是商 只要我小仪厉害 点话他回头 他回头是岸 不免去一场刀兵啊 叫纵英明 众人齐声称颂 韩山东 微笑着点点头 似乎很满意自己的英明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作者李萌 颇奖 祝乐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集分解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历史题材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作者李萌 颇奖 祝乐 喜马拉雅出品 七十四集 沈万三仰头看着惨淡的月色 心里又生起了那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祥之感 总觉得会有事情发生 而且不会生 是好事 他叹口气 转头看着地上 睡成一排的手下人 心想 老天保佑 别出什么事才好啊 就在这当儿 郭如意小心翼翼地走过来 轻声道 掌柜的 你去帐篷里睡觉吧 天都这么晚了 明儿还要早起赶路呢 因为带来的帐篷不多 只有沈万三和图哈代 他们几个管事的人可以住 其余的人都睡在草垫子上 今天傍晚 沈万三本来决定走到黄陵缸才歇息 可是天黑之后路更难走了 只好停下来 等天亮之后继续赶路 郭如意见沈万三没有理会 接着说 掌柜的你去睡吧 沈万三 沈万三嘱咐过他 当着别人的面 要叫他掌柜的 郭如意叫着叫着就习惯了 不管有没有人 都不再叫他万三哥了 沈万三转身看了郭如意一眼 又把脸转过去 你去睡吧 我睡不着 可是话是这么说 他不去睡 郭如意就是再困 也不敢去睡 只好站在一旁等着 他们露宿的地方呢 在一个像小山一样的土堆下 沈万三慢慢走上土堆 纵目远望 黑灯瞎火的 却什么也看不到 只能看到远远的 有一点火光 可能是河宫在生火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一件 奇怪至极的事情 啊 揉揉眼睛 再仔细看去 只见不远处 有一团火光 正在慢慢移动 而且正好是 对着自己的方向 看来是有人 举着火把 过来了 不知道 这荒郊野地的是谁呀 他暗暗戒备 回头 看见正在土坡下 睡觉的官兵 他才放心 就是有什么歹人 只要他一声喊叫 马上可以把大家叫上来 根本不用担心 什么安全问题 过了没多久 一个衣衫褛褛的 大汉走了过来 站在沈万三旁边的 郭如意 有些害怕 不知道是什么人 下意识地 拦在沈万三的身前 壮着胆子 问那来人 你是什么人 那大汉并不回答 先对沈万三 深深拘了一躬 双手抱拳 低声道 奉我家主人之命 想请这位野太 过去说两句话 郭如意见 他没有回答自己的话 不过听语气 倒还算客气 于是胆子大了些 你这次好生无礼 不说自己的来历 我家掌柜的 怎么能跟你走 再说了 这都半夜了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吧 那汉子 静止走到沈万三面前 郭如意想拦 沈万三却走上前去 对那汉子道 不知道 你家主人是谁 如果是故人 为何不报上性命来 那汉子在沈万三耳边 低声说了两句话 沈万三神色一变 沉声道 那劳烦前面带路 又对郭如意道 你在这等我 如果我两个时辰不回来 你就去告诉图哈代 叫他带兵来找我 郭如意没有听到 那大汉对沈万三说了什么 但是看到沈万三 要跟这个半夜里边 突然出现的陌生人走 自然是不放心 迟疑着 没有答应 沈万三再次嘱咐他 一定要按自己说的做 然后就在那大汉的带领下 下了土坡 两个人走了一会儿 来到一片树林中 沈万三看到林子里 点着一堆篝火 一个身穿道袍的人 背对着他 站在篝火不远处 那大汉走到道袍人面前 低声说了两句话 那道袍人静静地听着 不回头也不说话 把沈万三晾在一边 沈万三知道 越是面临危险 你越是不能慌乱 他先让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尽量有气势地说 好大胆的贼人 竟敢绑架朝廷将军 往前走不到一二里 就有几千兵马 你们就不怕掉脑袋吗 刚刚那大汉呢 是告诉他这么一句 说你们领头的八格 在我们手里 显然是八格被他们捉走了 不然他们也不会知道八格的名字 更不敢到他的面前说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在那极短的时间里 沈万三电光伙食般地 想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 既然这帮人敢绑架朝廷命官 而且派人来通告他 要他去见面 那肯定是有恃无恐 不怕自己把手下人叫起来 也就是说 他们可能埋伏着大批的人手 第二 就是自己该不该跟他走 这帮神秘人 既然绑架了一个军官之后 还来传话 那就证明 他们不是单纯的想杀人 而是另有所图 那他们在没有被满足之前 自己是安全的 更重要的是 如果自己不去 他们说不定会用别的办法 为了能够顺利把粮食送到 他决定 以身事嫌 盗袍人猛然转身 微微一笑 兄台 不要多心 我请你来 并非有胆意 是想向你剖析大意 说明厉害 这点 你不可不知 请这边说话 说着 用手 往旁边一指 沈万三顺着看去 借着忽明忽暗的火光 他看到了两张椅子 一个小圆桌 他虽然心里没底 但是既然来了 就要做出个样子 不能被小瞧了 于是走到一把椅子面前 先对那盗袍人拱拱手 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然后自己就坐下来 盗袍人接着 在他的对面坐下 直指小桌上的两只茶钟 请用茶 沈万三 这才注意到 这小桌上有两只茶钟 却没有茶壶 而且两只茶钟 都是空的 怎么用茶呀 正在他疑惑的时候 只见那盗袍人的手掌 在两只茶钟上方划过 怪事出现了 两只原本是空空如也的茶钟 居然盛满了两盅清茶 可是那盗袍人 两手空空 并没有盛水的器具 这茶是从哪来的呢 沈万三觉得场面有些诡异 那盗袍人却始终面带微笑 似乎怕沈万三多心 抢先端起一盅茶 一饮而尽 然后把中底给沈万三看看 再次说道 请用茶 沈万三知道 这个人不简单 难不成他会法术 他伸手拿起茶钟 也学着那个人的模样 一饮而尽 觉得茶水的冷热正好 而且清香唇口 心里更加的惊异啊 放下茶钟说道 想说什么 在下聆听高论 盗袍人呵呵一笑 高论谈不上 我就是想向你说明 何为天道 如今朝廷恒征爆脸 欺压百姓 天下万民 与水深火热之中 苦苦煎熬 上苍已厌之 受我天命 借我之手 灭达鲁 倒抱园 重立新朝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民企教父沈万三 欢迎继续收听 沈万三听着简直当作天外怪谈急忙用手捂住耳朵连声道 这等狂悲妄言 我不听 其实啊 他心里对当今的朝廷是没有一丁点好感 甚至希望早日改朝换代 但是改朝换代就能换来一个清平世界吗 说不定尸骨成堆之后换来的是一个更加横征爆脸的朝廷 就算是太平盛世 改朝换代也不是一两个人说改就能改的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 对于这种厉害关系过大的事情 他一向是避之不及 就算自己对朝廷不满 也不会说出来 免得惹祸上身 道袍人看他无耳朵也不在意 我说的话 你不信 我乃大宋皇室后裔 身而有九龙护佑 神术不恋自通 你有幸随我做大事 是你前世的造化 上不知自珍 真是愚不可及 沈万三说道 你说的我都听不懂 我们是做买卖的 就想着吃喝不愁就行了 什么天道 什么改朝换代 不是我该想的 我想了 也没有用 想到自己发现有人准备造反的蛛丝马迹 加上这个人说的话 无疑 这两拨人是同伙 没想到 自己害怕和他们搅在一块 最终还是没有逃脱 听他的话 那是要拉自己入伙呀 眼下最好的办法 就是装傻 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听不懂 就是鼓吹 也无处着力 那盗袍人 自然是寒山童 自从听到有运粮的车队之后 他就以为 凭借自己的微信和质数 根本不用动武 稍微显示一下自己的法术 他们必定是甘心归顺 他不仅想得到沈万三的粮食 还想进一步 把那帮车夫和护卫 收到麾下 更打算让一批下属 乔装改办 混入粮队 当骑士的时候 从官兵内部发难 但是 沈万三 好像并不受他的蛊惑 这和他在一般渔民中 传教不同 以往 只要他一显身手 总是信众云集 不能说懂不懂 只要知道天意不可为 足矣 看来 你是要逆天行事了 韩山童的话 说的威胁意味很浓 但是他脸上依然是笑容满面 好像沈万三怎么说 他都不生气 沈万三知道 如果说不好 可能真的有危险 不过 他觉得这个人既然找自己 不会只想拉自己入火 一定还有别的企图 他想探知对方真实的目的 又不好直接问 转念一想 已经有了主意 于是叹口气 低声问道 你们想要多少银子 说吧 既然我们的人落到阁下手里 你们想要什么 尽管说 不过 要的银子太多了 我可给不起啊 韩山童没想到 沈万三居然把自己当成绑匪了 心里非常气馁呢 觉得呀 这个人不知道是真的愚笨呢 还是装傻 不过 他依旧沉声道 兄台以为我找你是想要银子 错了 错之极也 沈万三尽量的装傻 抢着说 那不要银子就把我的人放回去 让我们回去 韩山童微微一笑 好说 我放他回去 沈万三没想到 这位爷居然答应了 但是心里 反而更加没底了 对方竟然会轻易松口 说不定后边还有别的图谋啊 不一会儿 只见巴格从黑暗里走出来 他的头上戴着一条红金 看到沈万三之后 他喜出望望 刚要过来打招呼 忽然想到了什么 赶紧走到韩山童身边 恭恭敬敬地 给他下拜磕头 虔诚地说 宗主大神仙安 这才站起来 跑到沈万三面前 神气活现地说 你也来入教了 那你我就是教友了 我们跟着宗主大神仙 一同得到身仙 沈万三很诧异地看着他 几乎不敢相信 这个人就是那位飞扬跋扈 粗鲁蛮横的军官 下意识地说 我入教 什么教 巴格脸色一沉 急忙伸手来演他的嘴 不高兴地说 自然是白连教 圣教 你说话注意些 不可失了礼数 说完 对寒山童迈好似的一笑 好像很害怕惹他生气 这就奇怪了 巴格身为朝廷命官 怎么会对这帮反贼 如此恭敬 如果说是怕死 假装出来的 但是看着一点都不像是假的 是真心诚意 对寒山童扶手贴耳 更何况还大逆不道地 说什么入教 这显然已经啊 是加入了反贼一伙 沈万三简直如坠迷雾 拉着巴格的手 将军 他们是不是给你吃什么迷魂药了 咱们这就回去 跟我走 他想啊 既然反贼答应放他们走 那就别耽误 真能走脱了 那是最好 他站起来 拉着巴格就要走 寒山童还果然 没有阻拦他 微笑着 看着他们不发一言 沈万三暗暗得意 可是让他意外的是 巴格忽然甩开他的手 气呼呼地说 我好不容易见到大神仙 败在他老人家的门下 你却要我回去 好糊涂啊你 沈万三可以确定 巴格确实不是装的 他实心实意地加入了反贼一伙 韩山童好像很满意巴格的举动 微笑着说 巴格你怎么不回去啊 你还是朝廷里的人 回去还可以暂时享受荣华富贵 不过还能享受几天就说不准了 巴格二话不说 跪下来对寒山童磕头 一边磕头一边说 大神仙 别再说这种话 弟子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朝廷命官了 早已经诚心诚意 败入大神仙的门下 决心跟随大神仙左右 无论多少富贵 在我看来都不如跟大神仙 得到成仙来得好啊 韩山童开怀大笑 你是蒙古人 我是赵宋皇族后裔 和蒙古人仇身四海 按理说 你不应该和族人作对 不过我受了天命 普天下不论什么不足 都应由我统侠 你只要回头 也是可以得到的 只是你这位同僚叫你回去 你怎么办呢 巴格又磕了个头 语气坚定道 上天已经收了我们蒙古人的天命 我回去必定受上天的惩罚 我不回去 我要跟着大神仙得到成仙 巴格这一天是带着梁队走了整整一天 等到停下来埋锅造饭 看到又没有肉 一连几天没有吃到荤腥 嘴里要淡出鸟来 就拿出了弓箭 想去打只野兔 打打牙筋 可是一只野兔没看到 却被寒山童的人给捉走了 本来啊 他对捉住自己的人是恨之入骨 又害怕被杀 所以呢 表现得很是公顺 但是寒山童并没有为难他 并且当着他的面表现了几下神迹 蒙古人啊 本来就迷信神佛 巴格又单纯没有心机 以为遇到了真神仙 此后的两个时辰 他诚心诚意的和一帮信徒 听寒山童讲授教义 不由得心花怒放 觉得自己生而有幸 居然遇到了真神 同时 寒山童讲述的蒙古人种种暴虐 他也是深有体会 以前呢 觉得这不算什么 但是 听寒山童说 上天已经夺了蒙元的天命 要灭亡大元朝 所有跟随蒙元 助纣为虐的人 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他吓得是心胆剧烈 死了命的 要求加入圣教 寒山童觉得他还有用 就答应了 他也看出来 巴格这个人没脑子 托付不了大事 必须另外找一个人才行 听说 沈掌柜是梁队的领头人 就派人把沈万三 又骗到这儿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作者李萌 颇奖 祝乐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集分解 更多精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历史题材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作者李萌 播讲 祝乐 喜马拉雅出品 75集 沈掌柜 眼下多好的时机啊 一入圣教 能够得道成仙 天下就要大乱了 你不入教 谁能保得了你啊 入教 求自保啊 八格 走到沈万三的身边 气得是直跺脚啊 对沈万三的明顽不化 很是着急 韩山童 看沈万三还不动心 就决定施展一下法术 让他开开眼 他站在椅子上 用手向火队一挥 那原本 已经逐渐低迷的火焰 马上篡高了两三丈 直接引燃了上方的树枝 大声说道 明王出世 顺者昌 逆者亡 他一言未必 忽然四下里几十个人 同声叫道 明王出世 顺者昌 逆者亡 沈万三吓了一跳 没想到这小树林里 埋伏了这么多人 韩山童这些所谓的神术 其实只是把一些江湖术士惯用的伎俩 稍加修改 让人觉得他更加神奇罢了 根本不是什么法术 很多人还是被他迷惑了 以为他是神人 沈万三 沈万三虽然觉得他的法术神奇无比 刚开始也不太在意 但是现在被四周的气势所获 觉得 韩山童确实有些道行 心想 不管他是不是哪路神仙 只要不为难我就好了 现在啊 不如先稳住他 看现在的情形啊 如果他还坚持要走 弄不好 会惹来杀身之祸 不如暂时虚与尾夷 大神仙果然有法力 这是我害怕杀头 反叛朝廷是要砍头的 我这种小民百姓 他小心翼翼的说道 韩山童极善于蛊惑人心 看出沈万三确实是胆小 对胆小的人他自有办法 声音缓和了一些 你害怕杀头 确实过滤了 上天受我天命 自然会助我成就大业 不要说我几十万教徒 已经遍布各个要金 只待我一声令下 马上挥格而起 就是朝廷里 也有我安排布置的眼线 待到天兵到时 朝廷里那些的酒囊饭袋 曾是我的对手 想当年汉刘邦斩白蛇而起 跟随左右的张良 韩信日后都成了开国功臣 我现在大业指日可成 而等速速归从 岂不是张良 韩信之在是 八格听到这儿啊 他倒是很激动 金王说道 这个我最清楚 现在打仗全靠的是汉军 大神仙施法 做了护命红金 带着他 人人是天兵天将 各个刀枪不入 想夺天下 还不是一如反掌 大神仙 神掌柜啊 是没有见过天兵天将 为何不叫他开开眼呢 韩山童默然不语 八格以为他同意了 就招呼来 两名头戴红金的大汉 只见两个人站在火堆旁 任凭八格是刀劈俯砍 愣是纹丝不动 好像啊 是钢筋铁骨 身上连一点伤口都没有 八格让沈万三 也去砍几刀 沈万三本不想这么鲁莽 但是也好奇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神力 砍了两刀之后 他觉得自己 好像砍在了一块石头上 人的皮肉 不可能这么坚硬啊 他见过打靶是卖艺的 但一眼就能看出 玩的是障眼法 可这些人就不同了 其中一个大汉 又走到一棵大树前 毫不费力的 哎 一拔 把一棵树 给拔了出来 沈万三 看得目瞪口呆 不由得不相信 韩山童的非凡之处 由衷地说 大神仙果然法力非凡 我开眼了 开眼了 他的话刚说出口 那两名大汉齐声道 我等有此神力 全凭宗主台爱 传授仙法 说完 一起跪下 给韩山童磕起头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沈万三的身边 已经站满了人 随着两名大汉都跪了下来 高声赞颂 韩山童的神力 只有他自己 还鹤立鸡群似的站着 两耳满是一片 由衷的赶赞之声 他不由得心身俱罪 两腿好像不听他的使唤 自行弯曲 也给跪了下来 跟着众人赞颂不已 古时候啊 人人烧香拜佛 认为天地间有诸神的存在 这是理所当然的 并对此深信不疑 沈万三到此刻 才对韩山童是倾心败道 已经算是有定力了 在洋洋银耳的赞扬声中 沈万三的脑海里 是一片空白 只剩下韩山童 高大伟岸的形象 韩山童很懂得如何操纵人心 很会把握时机 他站起来 双手摆开 缓缓走了几步 脸上是和蔼可亲的微笑 每一个动作都让人觉得 他无比的亲切慈祥 他用一种低沉而极富雌性的声音说 若我神教 日后百事不愁 日夜有诸神呵护 有什么难事可以找我 我替你求天神赐助 沈万三激动不已地说道 多谢大神仙 忽然想到 刚刚有人叫韩山童宗主 急忙开口 我沈万三日后 铁定跟随宗主左右 为宗主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每当有教徒 当着韩山童的面表忠心的时候 他总是不言不语 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 让人猜不透 这样一来 信徒们就会更加惶恐了 生怕让宗主对自己失望 自然人人拼命讨好 以期望得到垂青 沈万三此时 大脑一片混热 什么也不去想 只是觉得 能为这位大神仙办事 是自己的殊荣 也是一个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 为了能给韩山童留下一个好印象 对韩山童的要求 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八格更是欢呼不已 一再保证 一定不负重托 韩山童非常谨慎 但是他也有恃无恐 并不害怕 沈万三和八格便捷 得到自由之后 去偷报官府 因为在此之前 为了迷惑官府 他多次派人主动向官府举报 声称有人准备谋反 抱着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官府开始呢 还派几个牙医去搜捕 后来就不再理会了 任凭多少人再去说 不管多么有鼻子有眼 都不再理会 甚至啊举报的人 都被赶了出来 这样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此后他放心大胆的 派人假扮挑和夫 去宣传鼓动 也有人去告官呢 被他们的人威胁 恐吓一番 又得不到官府的响应 就没有人再敢多事了 他知道 只要他不做出 造反的举动来 只是啊 有些造反的流言 朝廷是不会真的在意的 官员们也不会认真的对待 毕竟官员都害怕 自己的属地上 有人造反 那可是动辄 掉头丢官的事 这就是他不想派人 抢粮食的原因 因为一旦抢掠 官府就不会再做事不管了 退一步说 就是官府在意了 此地方方圆百十里 也没有多少住户 官府的兵力更少 只有在黄河大地上 有几百监工 根本就不是他那几千从属的对手 大军都驻扎在 二百多里地外的青阳村 赶过来也得一两天 到那时候 他早就起兵了 正巴不得有官兵来接战呢 沈万三和巴格又表现得如此忠心耿耿 一再声明 誓死把事情办成 所以他很放心地把巴格和沈万三放回去了 在韩山童嘱咐了几遍之后 沈万三和巴格便带着使命离开了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欢迎继续收听 沈万三一边走一边想着今天发生的事 对巴格说 咱们怎么劝说图哈代把粮食交出来 他一定不会同意 这话一出口 他忽然惊觉 楚嫣然还在脱离携手里呢 没有粮食换不来大印 怎么让他出来呀 想到这个问题 一大堆刚刚一时头脑发热 没有想到的事情就都出现了 巴格呢 仍然是一脸的兴奋 满不在乎的说 那还不容 咱们有大神仙撑腰 图哈代要是执迷不悟 我就去叫几个刀枪不入的天兵来 也不用他们动手 只要露两下伸手 我那帮兄弟还不一个个 吓得束手就擒呢 沈万三没有说话 默默地走着 思潮起伏 现在他的头脑 已经逐渐冷却了下来 开始理智地思考问题 难道自己真的要造反吗 他一向谨小甚微啊 对于反叛朝廷这种天一般的大事 他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今天为什么就要做了呢 想着想着 一个奇怪的想法突然出现 我为什么要反叛朝廷呢 当官的的确刁难过他不少次 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当官的 我从哪儿挣来这么多银子呢 没有脱离鞋 我手中怎么会有这几十万两银子 甚至如果没有他家乡的那个家主 邪力不花陷害他 他现在还在老家 守着那一亩三分地 不知道这人世间的繁华 更不知道出人头地 除了做官之外 经商那也是一个好出路啊 忽然又转过来想 那宗主有天命啊 注定要成就霸业 如果不趁他现在没有成事之前 就跟定他 等他得到了天下 那就没自己的位置了 哎呀 这个机会可比什么路子 都容易出人头地啊 甚至可以轻轻松松的 出将入巷 轻史留名 可是 每当这个念头 在他的心里出现的时候 另一个声音就开始 大声疾呼 往相反的方向拽住他 不管谁有天命 那都是别人的事情 自己造不造反 那可是自己的事情 而且 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做赌注 那宗主有天命保护 他不会死 可是他什么事没有 说不定哪天自己就莫名其妙地掉了脑袋 自己不贪恋那个位子 也不想担那份风险 还是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生意 这不会太有出息 可是绝对不会有那样的风险 现在 在回思 刚刚发生的事情 就像在梦里一样 自己 尸魂落魄一般 就想要造反 这简直是儿戏啊 一丝被愚弄的羞辱感 在他心里滋生 但是 眼前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他已经答应 要把粮食献给那位身怀艺术的宗主 如果反悔 怎么和那帮人交代呢 还有巴格 看他的样子 那是铁了心 要跟随心目中的大神仙造反了 怎么说服他 也是一个大难题啊 经过一番思索 他的思维 已经从那种宗教狂热当中 恢复了过来 为啥要把辛辛苦苦买来 千里迢迢迢来迢去的粮食 交给别人呢 就凭他们要造反 日后可以给自己 荣华富贵的空头许诺吗 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法子 不是自己常用的吗 怎么就用到自个儿身上来了 想通了这点 他猛然站住 一拍大腿 老子上当了 跟在他后面的巴格 一下撞在他身上 嘀嘀咕咕的抱怨 发什么神经啊 快些走 大神仙还等着咱们的信呢 沈万三 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骂道 你这个混蛋 差一点点 就做下了大错事 巴格惊愕的看着他 你怎么了 是不是 想不到怎么办好宗主的事情 心里害怕 沈万三 看了巴格一眼 借着他的话 说道 你说对了 我正在想 怎么跟宗主交代 事情没咱们想的这么简单呢 你说 那些兵士和车夫 是听你我的 还是听图哈代 和伯列太的呀 自然是听他们俩的 如果我们强行把粮食运出来 说不定会发生冲突啊 虽说宗主有天兵天将 但是一旦惊动了官府的人 怎么办 你回去啊 和宗主说说 看能不能让图哈代和伯列太也入教 只要他们肯入伙 不就不费吹灰之力 也能把事情办妥了吗 巴格呀 头脑简单 当时就责怪自己 是啊 我怎么早就没想到这个好主意呢 沈万三说道 你赶紧的 你去和宗主说说 我呀 先回去看看情况 巴格呢 巴不得自己得到这份功劳 忙不迭的 回去了 沈万三 看着他匆匆而去的背影 消失在黑暗里 低声道 不管你呀 是神人也好 不是神人也好 反正造反的事 我是不参与 古往今来 那么多跟着打天下的人 真正能做开国功臣 享受到荣华富贵的有几个 还不是一个个都拿了自己的性命 给别人做了嫁衣裳 我才没那么傻 谁乐意做开国功臣 谁做去 我不做 说完 他转身走向那座土坡 权力这种东西可以攀附 但是却不能拥有 拥有权力 就证明你要随时面对权力 带来的危险 就拿当今天下最有权势的人 坐在金鸾殿上的皇上来说吧 他拥有至高权力的同时 不也是要面对心存意志的 王公贵胄和普天下 这么多要谋逆的人的威胁吗 一旦失败 他丢失的不仅是权力 还有性命 让别人去拥有权力 自己去借助那份权力 享受权力的好处 却能避开权力的危险 不是更好吗 翻过土坡 还没有走到营地前 他就听到了一阵争执声 好像是郭如意和涂哈蛋 只听郭如意气呼呼地说道 我家掌柜的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完 你到底去不去 涂哈蛋大声说 你想什么呢 车里会有人绑票 我没说不去 我得想一个妥当的法子 你一个下人 别跟着瞎闹 郭如意又急又气 带着哭腔 我家掌柜的说了 要是两个时辰 他不回来 我 我就得找你 你居然不理不问 我家掌柜的回来 我要你好看 涂哈蛋道 现在还没到两个时辰吧 我比你着急 八格也找不到人了 待会儿啊 你们都跟我去找 留下一拨人 看好东西 别中了别人 调虎离山之计 不行 我要亲自留下看守 你不是着急吗 那你带人去找 不管谁丢了 粮食都不能丢 我看你是太没规矩了 一个下人 敢跟我顶着来 沈掌柜回来了 我非得好好说说 他的人太厉害 在南皮衙门里 出出尽尽这么多人 哪个我不敢管 你还反了天了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作者李萌 颇奖 祝乐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集分解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历史题材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作者李萌 颇奖 祝乐 喜马拉雅出品 七十六集 在两个人的争执声中 沈万三快步走了过去 故意阴沉着脸 过如意看到他大喜 还没开口 沈万三一摆手 让他别说话 然后看着图哈旦 用吩咐的口气说 立马走 这里不能呆了 有一股贼匪 已经盯上咱们了 快点走 图哈旦 却并不担心 沈掌柜 沈掌柜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亲眼见到土匪了 巴格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从吃饭到现在 就没见到他的人影 沈万三不理他 提高了嗓门 严厉的说 立马吩咐走人 快点 图哈旦 两手一摊 沈掌柜 你把话说清楚 咱们也好有个准备 现在巴格还没有下落 他可是朝廷命官 丢了非同小可 沈万三不想把事情说得太清楚 这样的话 自己差一点点 要入伙造反的事就泄露了 他知道说得越严重 别人越不会瞎猜 所以脸色愈假阴沉 管家也说了 谁丢了都没事 粮食不能丢 再不走 恐怕人要丢 粮食也难保了 到了安全的地方 我再跟你说清楚 图哈旦带着官兵 根本不把土匪放在眼里 他疑惑的是巴格和沈万三 为什么突然失踪 现在沈万三怎么又独自一个人出现了 难道两个人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或者私吞了什么好处 于是问道 沈掌柜 有啥事咱商量着办 这么多兄弟在 各把毛贼 我还不放在眼里 巴格还没有回来 不能丢 沈万三忽然心念一动 哎呀 自己呀 真是当局者迷 图哈旦老于事故 事事以明哲保身为第一要务 当即口气一变 那听管家你的吧 等找到巴格之后再走 转头对围在一旁的众人说 那就照管家说的做 不用走了 想睡觉的都去睡觉 图哈旦自然听得出他话中的意思 表面上是尊重自己 可是背地里却是把干系都推到了自己身上 一举一个听管家的 如果真的出了事 那责任还不是全都由自个儿兜着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让他推得这么干净 于是他也立即说 沈掌柜 您倒是把话说清楚了 不能就这么一推六二五吧 哪来的土匪 这到底怎么回事 说清楚了 咱再定走不走啊 沈万三说道 刚才我说的就是那帮贼匪 威胁我 要咱们把粮食都交出去 不然大开杀戒 我现在也没个准主意 还是听您的吧 图哈旦才不会拿这个主意 顺水推舟 真的有土匪啊 不行 那咱们快点走吧 虽然咱们的人不一定打不过他们 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走走走走 诶 此时很奇怪 刚刚还一口一个 没等到巴格回来 咱们就不能走 现在啊 一说走 图哈旦走在沈万三跟前 问他和土匪遭遇的经过 沈万三已经想好了对答的话 先向左右看了看 好像是怕被别人听到 才低声说 我实话跟你说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遇到什么贼匪 啊 图哈旦一愣 打断他 那你这是干什么 沈万三说道 我遇到的是一伙反贼 他们准备造反 说着 向四周看了看 不管你信不信 我告诉你 巴格已经从了贼了 要造反 图哈旦一脸的不信 连连摇头 哦 不会不会 巴格是什么人 谁也没有我清楚 你说他杀人放火 奸淫掳掠掠 我都信 唯独造反 我不信 他怎么有胆子造反 沈万三深吸了一口气 好像刚刚从惊恐当中 化过神来 附和道 对对对 话是这么说 要不是我亲眼见到 我也不信 那伙人抓住了他 然后要我去 我以为是绑票啊 正准备拿银子 把巴格将军给赎回来 可是 巴格死活不愿意回来 还劝我要入伙 还要他们呢 把这粮食都交给那帮反贼 我是假装答应他们 才脱身的 他说这些话呀 似乎都是介绍有人谋反 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干系洗刷干净 因为说到底他和那帮反贼有那么一点点牵扯 起码他加入了他们 幸好是及早回头 但是也怕被人告发 现在他先把巴格的事情说出来 欲埋伏笔 如果巴格回来告发他 那时他已经提前给图哈代 留下了巴格已经便捷的印象 他再说自己和反贼有什么牵扯 别人也不会相信 同时自己呢 也可以用假装答应反贼 其实是借机脱身来敷衍 一直走到天亮 巴格也没有追上来 等到日头过了中午 他们终于走过了黄陵冈 此时的黄陵冈上 一条三四十丈宽 二三十丈深的河道里 密密麻麻的 满是拿着稿头和木产的河宫 像是一块流动的黑布 铺展在河道上 他们大都光着上身 有的打着赤脚 有的穿着草鞋 每个人的身上 都是一层厚厚的泥屋 泥屋掺杂着汗水 使他们本就有黑的脸 更加难以辨认了 好像每个人 都戴着泥湖的面具 人人都是同一张面孔 他们像无数只蚂蚁 一点一点啃食着一只巨兽的死尸 用几百辆独轮小车 从陡峭的河道中 把土一车车地搬运到河岸上 有的几十个人排成一个长队 从河底一直排到河岸 一框框往上运土 现在河岸两侧 已经堆起了两座人工土山 沈万三虽然被抽过钉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几万人 共同劳作的场景 他慢慢爬上河道两旁的土山 站在山顶 看着河道里黑压压的河宫 心里感慨万千 放眼看这条蜿蜒的河道 一眼望不到尽头 不知道有多少里 还有自己脚下踩着的土山 这浩大的工程都是眼前这些命如蝼蚁的河宫们 一缠缠挖出来的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一名在河滩上负责监工的监督 手里拿着鞭子 挥着汗跑过来 指着沈万三喝道 你是干什么的 怎么跑这来了 快下去快下去 这里不是玩的地方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欢迎继续收听 沈万三转身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对这个遗旨气使的小丽 非常气愤 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虐待 这些出苦力的河宫的 就没好气的说 花不差将军在不在驻军啊 我是来给他送资重的 那监督说 花不差早回去了 你们来晚了 资重都送到青阳村去吧 现在大营挪到那去了 沈万三略感失望 同时担心 不能找到花不差 急切地问道 那花不差将军 是不是也在青阳村呢 那监督有些不耐烦 这我怎么知道 去去去 自个儿去找去 别耽误我的功夫 你们这几个人干什么呢 说你们呢 谁让你们歇着的 赶紧给我干活去 想他们吃鞭子 快点 他不再理会沈万三 转身向几个 坐在地上休息的河宫跑去 那几个河宫 好像一点都不害怕 懒洋洋地坐在地上 动都不动 那监督拿鞭子 在他们身上抽了几下 一名河宫 懒懒地抬起头 监督也没吃饱吧 这鞭子 怎么抽得跟挠痒痒似的 擦就不疼呢 哈哈哈哈 饮得一众河宫 是哈哈大笑 那监督气得一连说了几个 你 你 很快 语气就软了下来 似乎对这些耍无赖的人 也没有什么办法 那就歇一会儿 就一会儿 歇过了 赶紧给我干活去 河宫们又不干了 其中一个人说 监督爷 一会儿可歇不过来 像我们这样 干了几十天的 不歇个几十天 这口气缓不过来呀 我看 您就假装看不见 谁跟谁不是瞎糊弄啊 这河道又不是给你们家挖的 看这么紧 干什么呀 沈万三倒没有想到 会是这幅场景 对那个监督的厌恶之感 也顿时全消 同时 对那些河宫的同情 也瘦起了不少 表面上看呢 这些河宫们在大日头下 辛苦劳作 而那些监督手里 拿着鞭子 来来回回的催功 似乎是高高在上 其实 两方都不好过 他意识到 看事情 不能只看表面 眼前看着是怎么回事 说不定 背地里完全相反 这些河宫虽然不义 但是 换作自己是监督 哎 说不定啊 比他管得还要严呢 没办法 要做成个事 就不能顾忌这么多小节 要狠得下心呢 正在这时 图哈代追了上来 他身体不好 爬不了土山 站在下面 对沈万三招手 沈万三赶紧下去 图哈代擦着汗 不好找 我问了几个人 都不知道 大军驻扎在哪 哎 沈万三也叹了口气 不用找了 我刚刚问了一个监督 花不差不在这了 现在在青阳村 住有兵营 不知道 花不差在不在哪 要不 我先去看看吧 其实啊 他不想去 毕竟他和花不差又不熟 又不是官府的人 进出军营 恐怕不容易 但是又不好 直接让图哈代去 图哈代看着他 心想 嘿 一个跑腿的 还真把自个儿 当成官场上的人 嘴里却说 啊 还是我去吧 毕竟 我跟花不差将军 有些交往 你去了 他也不认得你 你还是留下来 看着东西吧 别以为这儿人多 歹人就不敢来 谁知道 这些个干活的 都是啥底细啊 保不齐 就有不怀好意的 山万三急忙顺水推舟 点点头 那管家一路小心 有了消息 快点回来告诉我 我在这儿等着 图哈代 立即带了薄列泰 又找了几个人 直奔二百多里地外的 青阳村 从这个地方到青阳村 路途远不说 经过黄河水的烟炮 路面是一片泥腻 马车不好走 只能先派人去探查 要是花不拆 真在那儿 再另想办法 免得大队人马 来来回回地奔波 自打知道 有人造反之后 山万三一直心神不宁 他吩咐下面人 谁都不能擅自离开 必须守着梁车 把帐篷安在了梁车中间 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情况 他也在想 要不要把有人造反的消息 告诉官府呢 如果说了 可能有两种结果 第一 官老爷很重视 马上派人追查 那么他作为证人 说不定呢 还要跟缉拿的人 四处搜捕反贼 就算不跟着去 捉到了 也得由他指认呢 第二 官府呢 根本就不会理会 反而会责难自己一番 甚至会诬陷他 造谣声势 看来啊 报官是不行了 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哎 这天下 也不知道 又乱成什么样子 想做生意啊 就更难了 在黄林刚 过了一夜 幸好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这让他安心了些 只要两三天没事 等图哈带回来 不管找没找的 话不拆 他们都要离开了 离开了 他也就真正的放心了 天还没有亮 已经有一批批的合工 上工了 拿着自己的工具 三三两两的走在一起 四周一片喧闹声 沈万三远远的看着 郭如意已经拿了两块干饼 走过来 掌柜的 你先吃点饼 待会儿说不定啊 就要上路了 他以为啊 图哈带今天就能回了 沈万三没有搭话 默默的看着 川流不息的人群 低声道 希望今天 不要出事啊 再过一天 我们就能离开 这个是非之地了 可是啊 上天 不随人愿啊 一个时辰之后 一件标柄史册的大事 就要发生在他的眼前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快去看看啊 一个瘦骨临巡的老河宫 从河滩上 慌慌张张的跑过来 几个河宫 看他惊慌的样子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其中一个人问 咋了 是不是黄河发大水了 这有啥 发了大水才好 我们也不用干活了 那老河宫 摆摆手 好像是让他闭嘴 自己想说什么话 一时太着急了 干张着嘴 就是说不出 沈万三 站在路口 正在眺望 希望能够看到 涂哈带回来 发现这奇怪的一幕 慢慢走了过去 此时 那老河宫 已经和几名河宫 低声交谈起来 沈万三问道 这位老丈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那个老河宫 突然 跪了下来 对着北方 不停的磕头 嘴里还念念有词 沈万三 惊奇不已 转头 问那几名年轻的河宫 这位老丈 怎么 一句话没说完 那几名河宫 好像被老河宫的 举动感染 也跟着 扑通扑通扑通 全部跪了下来 不停的磕头 嘴里也 滴滴的 默念着沈 这就奇怪了 难道 前边 有大官来了 沈万三 拱下身子 想听听 他们到底 在念什么 刚弯腰 就听到 那老河宫嘴里 低声说道 十人一只眼 调动黄河 天下凡 小人是冥王的子子孙孙 冥王保佑 听到这句话 他的脸色瞬间变了 他们终于来了 这些都是那些预谋造反的人说的 难道他们已经起兵了 或者前面有什么神奇的东西 不然怎么都磕头了呢 他向前看了看 发现很多河宫向北面奔去 显然 那里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他加入人流 顺着众人向北面走去 远远的 看到前面是一个干涸的河沟 现在里边全是人 估计有几万了 黑呀呀 一大片到处是攒动的人头 前边都已经过不去了 只能听到有人同声高喊着声 他拼命往前挤 鞋都被踩掉了 衣袖也被扯破了 被人流带着往前走 不知道走了多久 忽然躁动的人流停了下来 他趁这个机会继续往前挤 走了一阵 眼前一下子人空了 紧接着他看到了 人不是没有了 而是都跪了下来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作者李萌 颇奖 祝乐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集分解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历史题材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作者李萌 颇奖 祝乐 喜马拉雅出品 七十七集 前面有几百人跪在地上 不停地磕头 接着跪下的人越来越多 成百成百的人几乎是同时下跪 同声高颂 十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 天下烦 我等皆是明王的子子孙孙 甘愿受明王驱使 声音是震耳欲聋 沈万三现在已经站在高处 回头看看 似乎涌来的人群越来越少 这说明 在黄陵缸上的河宫 差不多都来了 他听到身边的几个河宫 在低声议论 一个人兴奋地说 十人真的出现了 看来那几句沉语是真的 这是老天的意思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反啊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另一个人大声道 反他娘的 反啊 咋不反 前几天都疯传 不听明王的旨意的人 不受明王保护 明王叫咱们反 咱要是不反 以后天下大乱了 在这乱世里 没有神明的保护 咱们活得下去 是是是是 身边的人 纷纷表示赞同 一个挑和服装扮的人 好像是听到了 他们的对话 慢慢地挤过来 哥几个 我和另外几个兄弟 说好了 一会儿 大伙儿去抢那 监督的刀枪 还有 我认识一帮朋友 他们前几天 就受到了明王的启示 早就弄了一大批兵刃 想要的 跟我去拿呀 几个人同声答应着 跟着那人推开众人 挤了出去 就在那个人 转身的瞬间 沈万三看到 他的怀里 有一段红布 意识到 那人应该是 那帮密谋造反的同伙 他们现在 在挑唆河宫 想到这儿 他的背上 顿时惊出一层冷汗 这么多河宫 如果一起造反 那确实是惊天动地 忽然有人喊起来 前边打起来了 沈万三回头一看 分明是河宫们 正在围攻几百名监督 听说前边打了起来 有人跳起来高呼 十人一只眼 调动黄河 天下烦 这是上天 要灭亡蒙古打子 我们遵从天意 烦了 紧接着 每隔三四丈 就有人站起来 用同样的语气 说着差不多的话 要众人起身造反 显然 这些人 是事先商量好的 甚至是排演了多次 不然 不会这么整齐划一 这些极富挑动性的言语 果然奏效 一波又一波的人 高叫着 反了反了 然后 在别人的带领下 冲向正在受围困的监督 那些跪在地上磕头的人 也都站了起来 他们大多数身上 已经备好了兵刃 有的是刀 有的是长矛 率领着河宫 奔向四方 不知道 是去攻打哪里 河边的人 越来越少 最后 只剩下了几百人 大多是上了年纪的 有的在磕头 有的跪在地上 四处张望 有的则跑来跑去地观望 沈万三 看到他们一直对着 一大堆土 朝败不移 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那是几棵大树 树旁有一堆土 走到近前 可以看到一个大坑 坑里赫然是一个 一只眼的石人 难道 这就是那句称语 石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反的 这句话 所说的那个石人呢 他不敢多看 赶紧退了出去 并悄悄问了一个 磕头的老人 那老头告诉他 石人是早上 河宫挖土时 挖出来的 之后就有人说 明王出世了 天下要大乱了 过来磕头的人越来越多 最后所有的河宫都跑到这来了 沈万三正在听那老头说话 忽然听到 好像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转头向四处看去 只见郭如意从远处跑来 一边跑 一边私生力竭地喊着 掌柜的 有人抢粮食 沈万三大吃一惊 这下可糟糕了 只顾着看热闹 大事都忘了 这批粮食关系重大 丢了的话 不仅对脱离鞋没法交代 如果图哈代找到了花布差 却拿不出粮食 说不定有傻头的危险 他不敢多想 抢粮食的人 一定是这帮造反的河宫 不管怎么说 先让他们稳定下来再说 不行 就多送些银子 掌柜的 您刚离开没一会儿 图哈代就回来了 说是没找到花布差 正在发愁 不知道怎么了 一群河宫就跟监督打了起来 开始监督还很凶 后来河宫越来越多 那帮监督就不行了 郭如意 等沈万三过来 一边跟着他跑 一边说 沈万三听图哈代回来了 并没有找到花布差 心里倒是一喜 既然没有找到花布差 那粮食丢了 还有时间去买 忙问道 是不是何宫在抢粮食 郭如意点点头 愤愤道 他们说 咱们是给官府送粮食的 要拿去扔到河里 原来啊 这帮造反的 不是要把粮食据为己有 而是因为给官府送的 就想给毁了 只要让他们明白 这不是给官府的 那就有回旋的余地 到处是喊杀声 现在河滩上所有的官府的人 不是被打死 打伤 就是四散奔逃 只剩下河宫 拿着简陋的武器 跑来跑去 不知道追打着什么人 还没有跑到跟前 沈万三就听到了图哈代的声音 他好像在和什么人争辩 沈万三心里一惊 这帮造反的 哪里容得你争啊 不把话好好说清楚 事情真的就不好办了 想到这儿 他倒是想一走了之 不能为了钱财 把命搭上 但是 最后 还是过去了 因为图哈代 已经看到了他 只听图哈代大声说 那就是我们的沈掌柜 他来了 你们去问问他 我说不清楚 沈万三 只好硬着头皮 走了过去 刚走了两步 他的心 马上跳了起来 因为 他看到了巴格 还有一名 那晚在小树林里 见过的大汉 巴格见到他 先是一脸的怒涩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图哈代忽然走过来 别有用意地 看着沈万三 阴阳怪气地说 沈掌柜 你和他们 说得上话 还是你说 是吧 他故意把 说得上话几个字呀 说得阴气森森 显然 是从巴格那里 知道自己 和这帮反贼的纠葛 站在一旁的巴格 忽然冷冷地说 沈掌柜 那晚你怎么 一去不回来了 说完 对着几个大汉 一打脸色 那几个人 呼啦一下 围住了沈万三 防止他逃跑 沈万三没想到 巴格会在这个时候回来 不过想想 也在情理当中 他既然入伙造反 自然会参与今天的事 他一向 赌性关系的重要性 有巴格在 他反而不害怕 巴格现在 虽然不见得 会对他像以前那样的尊敬 但是 既然他们有过交情 事情就好办多了 远远胜过一个陌生人 他大声质问他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虽然知道啊 自己是理屈在先 不过 越是理屈 这说话 还越得硬气 一来 显得自己有底气 问心无愧 二来 也让屠哈代 看到自己的态度 巴格没想到 沈万三会这么凶 哼了一声 哼 你可害苦了我 害得我差一点 被大神仙弄死 还好 我今天用一大堆 狗冠的人头 证明了我的忠心 不像你说什么 对宗主忠心耿耿 话说的个真的是的 没想到 翻脸就不认人了 我以为你跑了 没想到 能在这儿遇见你 这下好了 粮食 还是我们的 你这回 可没得跑了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 沈万三 欢迎继续收听 沈万三不卑不抗 昂然道 八格 你错了 你大错特错 八格一愣 我错了 我哪错了 其实啊 八格根本就没错 沈万三表情凝重的 连说他错了 用意很简单 就是在对方 说出对自己 不利的话之前 主动出击 让他不敢再轻举妄动 沈万三 满含深意地 给八格一个眼神 那眼神似乎告诉他 让他不要坏了大事 而后 故意不回答 八格的问话 八格一愣啊 不理解他为什么 这么看自己 以为自己啊 有什么事做错 他忽然呢 想到了寒山童 临走时嘱咐的话 持重为要 于是啊 他什么话也不敢说了 想呢 先看看沈万三 到底想干什么 沈万三走到 突哈袋面前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表情严肃地说 我早说了 管家不听 如若早照我的说 能到今天这地步 突哈袋疑惑不解地问 沈掌柜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沈万三哼了一声 你执迷不悟 宗主法力无边 其实我等人力 所能抗拒的 你自作聪明 自以为可以躲过一劫 没想到天兵一到 一切皆作空下 这下好了 我看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突哈袋听他把话说完 顿时明白 这是想害自己 怒气冲冲地 推了沈万三一把 泼口大骂呀 沈万三你这狗东西 你说什么呢你 我刚开始就觉得不对味 你他娘的早就跑到反贼那头去了 反叛朝廷 我看你能有什么好下场 突哈袋得知花不拆不在此地之后 就赶紧往回走 谁知刚赶回来 就遇上了何宫闹事 紧接着八格带着人冲了过来 要劫梁车 而且口口声声嚷着 沈万三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出来受死 这让本来就有些猜疑 沈万三的他 开始更加怀疑 沈万三和这帮反贼的关系了 凭着他和八格的关系 才暂时稳住了局面 正在这时 沈万三出现了 突哈袋呢 是既不想从了贼 也不想丢了命 就想啊 找机会逃走 然后把粮食丢失的一切责任 往沈万三和八格身上一推 自己全身而退 可他没想到的是 沈万三竟然把他往刀尖上推 他自然是怒不可 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但这话一说出口 他才觉得自己似乎是说错话了 沈万三要的就是他这几句话 声色俱力地说 现在还用得着你多嘴 八格 你还不把这个朝廷的走狗给制住 还让他在这里逞能 那八格呀 那天晚上回去之后 就准备按照和沈万三 商量好的办法 带着天兵天将去招降 可是 韩山童担心是计 害怕自己的人去了 如羊入虎口 一去不归 不同意这么办 正在他们议论的时候 事先安排的密探跑来禀报 说梁队已经开靶走了 这下 八格可说不清了 决心呢 日后生吞活泼了沈万三 刚开始看到沈万三 他以为沈万三会吓得是魂不覆体 没想到 他不仅没有做了亏心事该有的样子 反而是理直气壮 听到沈万三斥责屠哈代 八格虽然觉得沈万三应该有苦衷 不过他还是不能确定 决定先看看情况再说 就假装没有听到沈万三的话 默默地观察着局势 他本来就性情暴躁 因为沈万三突然逃走的事情 又受到了斥责 想着见到了沈万三 一定好好地教训他 但是 如果沈万三没有背叛宗主 自己日后见到了韩山童 该怎么说呢 所以他更想搞清楚真相了 沈万三似乎看出了巴格心里在犹豫 现在自己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 下面应该做的就是求得巴格的原谅 不管用什么办法 先过了这一关再说 他从心里不愿意和朝廷作对 但是现在造反的河公已经控制住了局面 为了自保 只能暂时投靠他们了 巴格将军 我问你一句话 你诚心诚意地回答我 沈万三走到巴格面前 镇定地看着他 凡是处于劣势地位的人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被动解释 不如主动发问 更显得理直气壮 你说 好 咱们出来饭购粮草 你还有图哈代伯列泰 是不是把我当管事地看待 真心诚意地扶我呢 巴格不知道这个时候 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不过他还是下意识地辩解道 你是谁啊你 我扶你 老子不是看在你这小子还算懂事 图哈代又帮你说话的份上 我早一脚踢开你了 沈万三也不生气 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巴格将军真是快人快语啊 你说得对啊 我一个小小的商人 你们三个都是衙门里的人 我能管得了谁啊 图哈代要走 我能拦得住他 伯列泰这时候跳了起来 沈万三 你说清楚 是你一回来 就说有土匪盯上了咱们 要连夜走 我说要等巴格回来再说 你一孤行要上路 还把巴格将军入火 义军的事情告诉了我们 这不是明摆着 要坏巴格将军的事吗 伯列泰帮强 证明图哈代说的都是真的 沈万三心里害怕 不过表面上他更加理直气壮 你们俩是一伙的 自然说一样的话 那没办法 巴格 是对是错 你看着办 巴格呢 本来就粗心大意 更没有断案之才 不过他从心里想 让沈万三是清白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 他可以在寒山童面前 挽回面子 就一摆手 对几个和公说 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不管是真是假 等见到了宗主 一切皆有明断 几个大汉不由分说 用绳子把沈万三 图哈代顺带着伯雷泰 都给捆上了 在巴格的吆喝叫嚷下 那些车夫赶起梁车 慢慢地上路 跟着来护送的官兵 都在巴格的威逼下 愿意入伙 看着一出手 就疏拢了这么多人马 巴格洋洋得意 骑在马上 想着马上见到寒山童 一定会大受赞赏 日后 自己的功劳 越来越多 等到开国立朝的时候 自己说不定 还能封个什么王当的 沈万三 被捆成一个大粽子 扔在了梁车顶上 摇摇晃晃的 很是难受 也不知道 要被带到什么地方去 走了一天 到了晚上 沈万三 忽然发现了机会 郭如意 并没有被捆起来 而是被当作了马夫 帮着赶车 郭如意趁着天黑 拿了两块窝头 给沈万三送来 看左右没有人 笑声说 万三哥 巴格没工夫理我 我就偷偷 混在了车夫队里了 当了车夫 你放心 等到他们都睡了 我就把你给放开 咱俩偷偷偷逃走 沈万三浑身发麻 你先把我扶起来 我浑身都麻了 郭如意急忙把他扶起来 让他坐起来 沈万三看四周都是人 而且 巴格已经吩咐人 关门 看着自己 只是那些人出去吃饭了 想跑并不容易 你看这么多人 不好走啊 你别靠到我身上 让巴格看到你 说不定 把你也给捆了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作者李萌 颇奖 祝乐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集分解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历史题材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作者李萌 颇奖 祝乐 喜马拉雅出品 七十八集 沈万三说道 你看 这么多人 不好走 你别靠在我身边 让巴格看到你 说不定 把你也捆了 我怀里有银票 你拿出来几张 待会儿偷偷送给看管我的人 让他们把我们放走 郭如意急忙伸手 在他怀里 拿出两张银票 为沈万三吃了几口东西 就匆匆走了 郭如意一直等到下半夜 看身边的人都睡着了 才偷偷走到 看守沈万三的何公面前 何公受了吩咐 要他瞪着眼睛 看守沈万三一夜 免得他逃跑 他眼睁睁地 看着同伴们 一个个翻身大睡 耳朵里听着一阵阵憨声 心里别提多不识滋味了 看到郭如意 鬼鬼祟祟地走过来 没好气地骂道 你他娘的干啥 郭如意心里暗骂 还是陪着笑脸 大哥 你咋还不睡觉呢 这句话 正好触到了何公的烦心处 他火了起来 故意大声地说道 要他娘你管 滚 他是想把别的人呢 也给吵醒了 我睡不着 你们也别睡 郭如意仍然陪着笑脸 大哥 那何公不耐烦了 滚滚滚滚 别在这瞎叫 我还想睡一会儿呢 靠在马车上的沈万三 忽然小声道 大哥 何公一听 怎么 又来一位叫大哥的 回头一看 是沈万三 刚要骂 沈万三又说话了 大哥 你这么辛苦 就睡会儿吧 我花钱 让你睡觉 怎么样 那何公啊 疑惑起来 怎么着 啥玩意儿 你花钱 我睡觉 你是不是想逃啊 别想别想 我告诉你 我没命花那钱 你啊 老是给我睡觉 我呢 老老实实熬着 咱们 最好是 谁也别大理谁 忽然呢 又想起个事 羡慕不已地问 你是不是有老多银子 沈万三 侧着头 看郭如意 还木头桩子似的 站在那 心里暗怪他 不通事故 如果这时候 您就把银票拿出来 只要看到实实在在的银子 比说一千句 一万句都顶用 该出手了 他默默一笑 哎呀 不多不多 我哪里有你的银子多啊 何公一愣 笑骂的 又说屁话 我穷的都造反了 哪有银子 如果有银子 我早回家 买田买地 当地主老爷去了 沈万三 又看看郭如意 见他还是没有动静 这何公啊 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意图太明显了 赶紧拿出来 诱惑他呀 可是啊 郭如意就是不能领会 不过呢 在我说书人看来呀 哎 你老板在 这伙计自然就变笨了 刚刚人家表现得挺好的 沈万三于是说道 帮我个忙 我的银子 就是你的了 郭如意这才想到了什么 赶紧说 对呀 你把人放了 不就有银子了吗 沈万三责怪的 看了郭如意一眼 怪他不会说话 怎么能把放人 这两个字 说出来呢 何公这才恍然大悟 哈哈 闹了半天 你们俩是一伙的 啊 我知道了 啊 哈哈 沈万三 看他并不发怒 而且也没有叫人 把郭如意抓起来 那么 他一定是另有打算 既然这样 那事就好办了 看来啊 话不能说得这么隐晦了 索性啊 说开一些 直接就对郭如意讲了 把银票拿出来 郭如意立即从怀里 拿出了那两张银票 借着月光 那何公是有生之年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银子 瞪大了眼睛 呆呆地看着 恶然道 这些都是你的 挂挂 你有多少银子 伸手就要拿呀 郭如意下意识地 一缩手 又把银票收回去了 沈万三做事 极重视细节 善于观察 并利用人的弱点 这何公 明显是想要银子 又怕担责任 只要替他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他既然伸手来拿银子 那就应该给他 人嘛 就是这样 想要得到一件东西 那一开始 就是一种欲望 但接下来 当听到 可能真的会得到 这个欲望 就会逐步加重 而当这个东西 真实地放在了眼前 那这个欲望 就会占据整个大脑 真正拿到手里 再想放弃 就更难了 所以应该把银票给他 加重他的贪心 从而让他大胆取舍 何公突然说道 待会儿我去找人替我职业 这他娘的太欺负人了 都睡觉 就他娘的叫我一个人熬着 沈万三知道 他动心了 抢着说 尤姨 银票 我觉得大哥 你有了这么多银子 就不用过这种 整天提着脑袋的日子了 回家买田做个地主 不是更好吗 沈万三抓住一件事的 关键点所在 再施以适当的方法 就可以解决了 郭如意这次反应很快 马上把银票递给了何公 那何公很是激动啊 小声说 对 对 他娘的 有了大把的银子 我也跑了 也不用跟着他们干了 我先走了 说完 就想趁着夜色 抢先逃走 沈万三 却小声地叫住他 好 慢 你可知道 和我一同被抓的 那个老头在哪 那何公想了想 被捆起来三个 一个是蒙古将领 一脸死臭 跟谁也不说话 倒是有一个老头来着 干啥 你想把他弄出去啊 我劝你还是别了 自个儿走了算了 还管别人干啥 沈万三示意郭如意 帮他解开绳子 并对何公说 话不能这么说 做人啊 要讲义气 我自己得救了 不能忘了哥们 怎么办 你如果帮我找到 那个老头 我再给你一张银票 怎么样 郭如意向左右看了看 觉得时间紧迫呀 哪还有心思 去找图哈代 这个老狐狸 况且 还要为他再花一笔银子 就拦着沈万三 万三哥 图哈代 没少欺负咱 在这个节骨眼上 您就别这么好心了 沈万三并不理他 仍然劝说 这个何公去找 这何公呢 一不做二不休 反正放了一个人 也不在乎 多放一个 就答应了 沈万三 等那何公走了之后 撕下衣袖 咬破手指 在上面写了救命 两个大大的血字 然后把衣布 放在梁车上 郭如意疑惑不解地问 万三哥 你这是干啥呀 别磨蹭了 咱快点走吧 待会有人醒了 想走都走不了了 沈万三说道 我这是给自己 留一条后路 免得以后 再遇到八哥 这次逃走之后 八哥肯定会 恼羞成怒 说不定会 大肆地搜捕自己 这样一来 自己就完全跑到了 造反势力的队里面 这对一向不喜欢 树立对头的他来说 无疑是不想看到的 更何况 他现在还不能确定 这帮造反的起兵 能不能得到天下 如果 他们万一真的 坐稳了江山 那自己日后 岂不是只能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 所以 必须现在 就留下一个画饼 造成自己 是被人劫走的 或者是被迫离开的假象 用血写成的救命二字 就是证据 至于 是谁把自己劫走的 那只能随人去猜了 越没有答案 对自己 越有利 郭如意说 咱们先到小树林 躲着 如果找到了图哈袋 咱们再出来 在这儿 我总是不放心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起教父 沈万三 欢迎继续收听 沈万三 倒不怎么害怕 他向四周看了看 不远处 还有几个人没有睡 生着一小堆火 看来 也是职业的 说道 我本来 就被捆在这儿 谁会怀疑 倒是你 赶紧蹲下 别被人看见了 郭如意赶紧蹲在地上 默默地等候 很快 那个河宫就出现了 只见他猫着腰 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 沈万三心想 这家伙 太没有见识了 你正儿八经地走就是了 越是鬼鬼祟祟的 越是被人起疑 不过他还是很客气地 问他找到人没有 那河宫向四周看了看 那老头叫土哈代巴 他被拴在车葫芦上 连个看守的都没有 我看四周没人 就把他给放了 他听说 是你让我来救他的 感激的不行啊 现在 在前面大路口 等着你们 事儿给你们办成了 快快快 把银子给我 沈万三 也不问他 是不是真的把人放了 拿出一张银票 就交给了他 那河宫啊 一束大木割 兄弟 好汉子 你就不怕 我没有放人 额你的银子 沈万三自然想到了这一点 但是 他从河宫的言谈当中 已经判断出 他应该是说的实话 才毫不犹豫地 把银票拿了出来 那河宫 拱拱手 就急慌慌地走了 沈万三站起来 对郭如意道 别害怕 大大方方地走 天这么黑 没人看得出是咱们 于是 他大模大样地 走了出来 地上一排排睡的 都是人 有几个醒了 也就是 抬眼看着他 并没有仔细看 还以为啊 是企业方便的 谁会想到 他是那个被关押的人呢 沈万三带着郭如意 慢慢走到那 河宫说的路口 路边 忽然闪过了一个人 正是 屠哈袋 只听他说道 沈掌柜 我冤枉你啊 再次 给你赔个不是 胆不言谢 等我回到南皮 一定好好报答兄弟 那河宫来救他的时候 他还是有些怀疑的 毕竟在他眼里 沈万三 那已经是一个反贼了 可是当那个河宫 真的给他松绑 而且丢下他一个人之后 匆匆跑了 他才知道 这是真的 此刻 再看到沈万三 他打消了所有的疑虑 并且 充满了感激 沈万三做个手势 让他先别说话 等他们逃出很远 才说道 屠哈袋 你久经世故 怎么 连欺骗那些反贼的话 也听不出了 我也是没办法 为了能活命 只能暂时委屈求全 屠哈袋 对沈万三抱抱拳 羞愧无比 只好开个玩笑 遮羞 怪我怪我 是我老眼昏花 不过 这也正好说明兄弟你的精明 骗过了巴格和那帮阿猫阿狗的东西 连我这个老衙们 也给你糊弄住了 他虽然笑得很畅快 沈万三还是脸色铁青 这让他略感到尴尬 就想着怎么再挑起话题 打破两个人的隔阂 沈万三看天这么黑 觉得应该先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等天亮了再走 就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土坑 咱们先躲在这休息一会儿 等天亮了再走 现在啊 他说话自然是没人反对 三个人默默地就躲进了一个土坑 屠哈袋又说道 沈掌柜放心 回去之后 我一定在我家大人面前 极力为你说好话 这次差事没办成 事出有因 咱们是尽心尽力了 他主动这么说 希望能够拉近和沈万三的关系 沈万三本可以不用冒着危险去救屠哈袋 直接前走 但是他这么做了 理由很简单 他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他一直认为 一个人不可能只走一条路 必须时刻为自己准备一条退路 即便你奋力走在康庄大道上 还得给自己留下一条阳长小径 他不想和造反势力彻底决裂 更不想和官府决裂 不能让官府以为自己参与了谋反 他就屠哈袋 并不是单纯出于好心 如果自己一走了之 屠哈袋有幸活着逃出去 一定会把粮食失窃的事情 完全推到自己和巴格头上 并把自己说成是和巴格一起谋反 那自己岂不是要成为官府冀拿的对象 而且楚嫣然还留在南皮 不能不为他着想 不能得罪造反势力 也不能得罪官府 官道贼道都有路才行啊 这就是他的想法 沈万三又想到了伯列泰 哎呀 伯列泰还没有出来啊 屠哈袋是听而不闻 天一亮我就上路直奔南皮 我看我们还要改换一下装扮 免得被人认出来 沈万三听他顾左右而言他 就知道他已经不管伯列泰的死活了 天亮之后 他们悄悄上路 走得很是谨慎小心 走了一天才走到曹州府衙 现在这里是一片风声鹤唳 河宫造反的声势很大 朝廷应对不迭 幸好 启军一路去了河北和寒山同会合 并没有在曹州多坐停领 只是打劫了官舱之后就走了 即便如此 曹州的打卤花痴那也是吓得心胆剧烈 听到屠哈袋禀报 给朝廷运送的粮草被截了 根本不予理会 甚至屠哈袋提出要几匹好马回南皮 也没有得到回应 沈万三只好出钱买了马皮 三个人匆匆上路 有马带步走起来快多了 十天之后他们就出现在了南皮城的大街上 屠哈袋愁眉苦脸地赶回了雅鼠 不知道脱离邪听到他带来的这样一个坏消息 会不会暴跳如雷 可是进到衙门之后 事情出乎他的意料 脱离邪已经被彻职查办了 南皮城的打卤花痴早已经另有他人 一个平时要好的牙医告诉他 前几天朝廷委派的征梁副使来到南皮 发现脱离邪的大印居然不见了 弄得没有办法发布布告 就此东窗事发 脱离邪无论怎么解释 还是没有能够避免被撤职的命运 这让涂哈袋是又忧又喜 喜的是不用为差事没办好而忧虑了 愁的是打这儿骑自己失去了依靠 听到这个消息 沈万三完全是另一种心情 顿时觉得浑身轻松 这么多天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 只是他不知道住在他家里的楚嫣然 这会怎么样了 想到这儿他急忙跑到府衙的后院 可是现在这里不仅换了主人 连布置都换了 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 楚嫣然是何许人爷 不久 一个看样子是老家人的长者走过来 他上上下下地打亮了沈万三几眼 沉声道 你是干什么的 这里是达鲁花痴大人住的地方 怎么能乱闯啊 沈万三看他神情不善 急忙拱拱手 小人是给前任达鲁花痴脱利鞋办差的 不知道以前住在这里的人 现在都搬到哪了 哦 那老者 嗷了一声 听说他是当差的 便多了几分客气 你叫什么 那些人早搬走了 谁知道去了哪儿 啊 小人姓沈 名叫万三 那老者听到这儿忽然一愣 好像刚刚没有看清楚他的长相一般 重新上上下下把他看了一遍 神情更加客气 似乎可以说是恭敬 原来是神掌柜 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啊 先跟我去屋里喝口茶吧 咱们边喝边说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作者李萌 颇奖 祝乐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集分解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历史题材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作者李萌 颇奖 祝乐 喜马拉雅出品 79集 跟在沈万三身后的郭如意 不明白这老头的态度 怎么变得这么快 和沈万三对望了一眼 沈万三说 啊 不了 我现在急着 那老头 呵呵一笑 哈哈 你是要找 楚嫣然姑娘吧 我知道她在哪 沈万三一喜啊 可是 她发现这老头 模样古怪 像捡到了 一定银子般 两眼放光 她心思透亮 老头既然说 知道楚嫣然在哪 可是 又不愿意 马上说出来 难不成 是想要点好处 郭如意兴奋地说 老伯 你知道嫣然 嫂子搬到哪去了 那老者 呵呵一笑 搓搓手 知道啊 我昨儿还见了她呢 她常来衙门 问你和图哈代 回来了没有 隔三差五地来 话锋一转 都说 神掌柜 仗义 书才出手 出手 很是大方 衙门里很多人 都拿到了您的好处 小老儿 我多两句嘴 也是帮您 解决了烦恼 您看 是不是 能给我些银子 我这忙 帮得不大不小 好歹 也是一份力气 不是 沈万三和郭如意 对望了一眼 两个人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公然要钱的 沈万三暗暗自责 以前啊 他只是想笼络人心 和每个人都搞好关系 这样呢 做起事情来会事半功倍 哎 可是从来没有想过 仗义书才太多了 也不是好事 有了这个名头 很多不用花银子 就能办到的事 别人也会借此 来跟你要银子 他苦笑了一下 决定以后啊 不能再这么 随随便便送人东西了 这个念头刚出现 他忽然又想 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 那岂不是人人都愿意 帮自个儿做事呢 哎 比方说啊 有人知道楚燕然的下落 知道把这个消息 带给自己 会得到一笔好处 那就会争先恐后的 来报信呢 哈哈 这个自然啊 我来得不巧 身上就这点碎银子 沈万三 说着就掏出了一两银子 那老头啊 几乎是用抢的方式 一啪就把银子 从他手里拿过来 脸上挂着贪婪的笑容 一边看着银子 一边用手 一指大门外边 岳福客栈 本来他说你回来了 叫我去告诉他 我也不跑这一趟了 还是你自个儿去见他吧 就在邪队门 他说话的时候 头都没有抬 一直看着手里的银子 好像一会儿看不到银子 他就会飞了 沈万三苦笑了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对这么贪财的人 他不仅不反感 而且有一种 踏踏实实的感觉 只要给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就会尽心尽力地 给你出力 帮你做事 这就够了 总比那些自命清高 或者内心奸诈的人 好多了 那种人 不管对他多好 都买不来诚心 岳福客栈 就在大街的对面 是一家 非常简陋的小客栈 一排几十间平房 当作客房 连一个像样的大堂 都没有 和大车店 也差不了多少 在询问了小二之后 沈万三赶紧进了后院 还没有进到房间 已经传来了 楚燕然那熟悉的怒吓 天杀的狗东西 你还真来了 好好好 老娘说拿刀伺候你 绝不食言 你等着 郭如意捂着嘴 想笑又不敢笑 低声说 万三哥 嫂子八成是嫌你回来晚了 沈万三尴尬地笑了一下 楚燕然的脾气 他知道 要是啊 真的发火 天王老子的话 谁也听不得 不过 好像自己没有得罪他吧 他心里啊 就有点不高兴 心想 这燕然呢 也太不懂事了 我千里奔波 回来了 一句好话没听着 还没进门 这就骂上了 还是那个翠如 智冷智热 懂得体贴人呢 可是 刚刚想到这 就听到翠如在屋里 大声地说道 小姐 菜刀拿着 他要是敢进来 咱们就跟他拼了 砍不死他 过如一忍住笑 小声嘀咕着 要不 我先进去劝劝 免得咱俩刚回来 再唠得个鼻青脸肿的 八成嫂子不打我 万三哥 你可得小心了 沈万三白了他一眼 大步朝客房走过去 不相信这楚燕然 真敢跟他动刀子 可是 刚走了两步 忽然一把闪着 寒光的菜刀 就打窗户里 飞了出 沈万三赶紧一闪 这刀掉在了地上 看到滚在一旁的菜刀 沈万三真的有些生气了 呀哈 光天化日的 还有谁敢谋杀亲夫啊 这话一出口 就听到屋里两个人一起 啊 随后房门打开 楚燕然和翠如冲了出来 沈万三不高兴地说 是不是还想把刀捡起来 接着砍我 那我赶紧跑了 说完 转身要走 翠如急忙说道 姑爷 你别走 说的不是你 你可算回来了 话一出口 就要迈步 走向沈万三 看那个意思啊 好像要抱他 又突然感觉到 不妥 卖出的那只酒 又收回来了 楚燕然 可不管这些 他冲到沈万三身边 已是两塞挂类 但是 当这个让他日夜牵挂的人 真的到了面前 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呆呆地站着 糊里糊涂地说 回 回屋 说完 拉着沈万三的衣袖 沈万三吓得一抽手 你要打 我在这儿 还有两个劝架的 屋子里啊 我是不去 进去之后 我打不过你 楚燕然哈哈大笑 笑得腰都弯了 翠如呆呆地看着这对 打情骂俏的爱驴 心中不由自主地 生起一丝醋意 他看到他们三个人都在笑 唯有自己还呆站着 害怕被人看出自己的心思 急忙凑去似的笑了起来 但是心里 没有一丝笑意 在这家客栈里 经常住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刚才 有两个酒鬼到院子里来说 要找掌柜的 见到我们两个女郡 就笑眯眯的 满嘴喷粪 被我和翠如骂出去了 我俩听到有脚步声 还以为他们又回来了 所以 才准备拿刀 去吓唬他们的 没想到 是你 楚嫣然刚刚说完 自觉好笑 又哈哈地笑了起来 沈万三知道 这两个女人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一定没少吃苦 那 你为什么不住大一些的客栈 住在这么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要出了什么事 可怎么办呢 楚嫣然听到这话 有些委屈 我是看这儿 离衙门近 你回来了 我能看到 才没离开 沈万三 鼻子一酸 拉着他的手 免我们就回家 楚嫣然 点点头 两行眼泪 又出来了 说走就走 这里 似乎也没有什么 值得沈万三牵挂了 银子 已经赚了不少 如果回家 过平平淡淡的生活 这辈子 哎呀 两辈子 那也花不完呢 第二天 沈万三早糟的把郭如意和翠如叫起来 这次我跑了一趟 经历的凶险着实不少 我还是那个主意 我得改名换姓 一来不能让大都城里那两家刘家和切莫而虎的人认出我们来 再有 我也怕被八格他们见到 总归不是什么好事 还是按照我以前说的办 起一个最平常不过的名字 让人见了都不会在意 我呢 叫赵四五 如意 你叫刘八 燕然 翠如 还是庄姐妹 都姓李 叫什么 你俩想想 这次燕然呢 没有反对 听话的 点点头 一切都收拾得差不多了 沈万三忽然想 临走的时候 应该和图哈代打个招呼 虽然啊 他现在仕途堪忧 不过总是观面上的人 说不定日后还能用着 他让郭如意去买了些礼物 急匆匆的去了衙门 现在图哈代还是在衙门做事 但是 已经没有从前的风光了 听说沈万三要走 他非要摆一桌宴席给他送行 沈万三没有同意 两个人说了几句 就分手了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欢迎继续收听 沈万三买了一辆马车 郭如意赶车 他和楚燕然翠如坐在车里 顺顺当当的出了南坯城 一路向江南走去 虽然如今是天下大乱 韩山童又在河北起兵 但是也脱了这天下大乱的福 各地的府衙都接到了朝廷的严令 唯恐自己管辖的地面出事 每个地方都在四处加派兵丁 严防死守 很多不法之徒看到风声正紧 也都收敛了 连这鼠窃狗偷的都少了 地方治安倒是出奇的好 出关的一律放行 入关的要严格盘查 沈万三只顾闷头走路 自然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不由得暗暗的纳闷 担心这朝廷日渐不知 连关卡也懒得射了 甚至射不起了 那不是八格那帮造反的 真要得了天下 哎哟 一想到这儿啊 他就更不安了 如果八格那帮人得了天下 那他往后的日子恐怕不好过呀 哎 又想想 自己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人家新朝出力 有多少大事要做 怎么会专门想到跟自个儿作对呢 犯不上犯不上 走了几天 在路上 他看到了一份官府的布告 上面说啊 有一个叫韩山童的 诈称明王出世 欺骗愚民 收拢数万河宫 聚众造反 但是因为朝廷警觉 及早布置 没有酿成大祸 已经被扑灭了 贼手 韩山童被杀 与党 进阶被捕 看到这则消息 沈万三心里奇怪 怎么那帮有法术的人 败得这么彻底呢 难道 大元朝请来了法术更高的神人 不知道 那八格还活着没有 不过 依照他的性格 被朝廷捕杀的可能性极大 想到这儿啊 他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当初自己经不住诱惑 真的入火了 那死的这些人当中 可能就有自己 看来自己的定力啊 还是不够啊 日后 无论如何 凡是和朝廷作对的事情 一律 敬而远之 走着走着 终于到了江浙地面上 他又看到了一份悬赏告示 缉拿白连教匪手 刘福通 哎 前些日子不是看到告示上说 与党进阶被捕了吗 怎么 又要悬赏击补 嗨 看来朝廷的话 只能信三分 终于进了江浙 家乡近在眼前了 终于可以重回家中 见到父母 沈万三的心情 自然非常激动 这日午间天气炎热 坐在马车当中 犹如在蒸笼里边 浑身都是汗 沈万三和楚延然 翠如实在太热 就商量了一下 决定先找一家客栈休息 明儿再走吧 反正要到家了 也不差这一时三刻的 到了一家小客栈前边 一路上 郭如意已经学会了很多 不用沈万三吩咐 自己去开房打劲 可是沈万三 却把已经走进了客栈的郭如意 给叫了回来 指着客栈门口 拴着的几匹马 低声道 这是驿站里的官马 应该有宫门里的人住在这儿 马并没有迁到后院 可见他们身有药物 正在里头吃饭 我们进去了 正好碰到 和这帮温神 最好少见面 还是不要惹麻烦 多走几步 到下一个地方住吧 自从有了黄河滩上的经历 他一直害怕和公差见面 能避则避 郭如意觉得 沈万三太过谨慎 但是主子既然这么说了 只好照办 擦了一把汗 继续扬边赶车 又走了一二十里 前面忽然出现了一道关卡 关卡前排着几十丈的长龙 看来都是等着过关的 这次回来 沈万三见多了关卡 他也都顺顺利利地过来了 并不当一回事 甚至连银钱都没有准备 郭如意有心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 万三哥 你别出面了 我去应付 沈万三也想试试他 就没有说话 郭如意把车赶到关卡前排队等着 沈万三发现 这道关卡与沿途所经过的 所有关卡都不同 要大很多 两根几丈长的木栏 支在路当中 作为屏障 看守的还不是普通的营兵 而是全身铠甲的甲兵 人数也非常多 关卡两侧停着几辆 装载着麻袋的马车 十几名汉子 浑身捆着绳索 蹲在地上 他觉得 还是不要让郭如意去说 自己随机应变 更稳当一些 就下了马车 没等多久 就轮到他们了 还没等他开口 有一个三角眼的假士 已经说话了 车上还有人吗 沈万三低声下气地说 是女眷赶着回老家 那假士面无表情 不管男眷女眷都要验查 叫车上的人都下了 快点 沈万三无奈 只好让楚燕燃和翠如下车 那假士看了他们一眼 依然没有表情 姓什么 沈万三看到眼前的阵势 预感到可能有事要发生 倍加谨慎 刚要把自己的那个假名赵四五说出来 忽然想到这宋朝的皇帝姓赵 而宋朝又是当今大元朝的死敌 我能假冒姓赵的吗 哟 想到这儿 他就想把自己的真名说出来 郭如意看他久久不语 觉得自己的身份应该替掌柜的应付 就恭恭敬敬的对那假士哈着腰 我家东家姓赵 明四五 在外边做生意 准备回老家 还望兵爷行个方便 那三角眼一正 看了沈万三一眼 沈万三正好也看着他 从对方那略微有些异样的眼神里 他察觉出可能郭如意说错话了 难道真的是因为姓赵 可是这好像说不通啊 那三角眼看着郭如意又问道 你叫什么 郭如意和沈万三对望了一眼 有些奇怪 过这么多关卡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问姓名的 这次不仅问了 而且问得非常的仔细 只得小心回答 小人姓刘叫刘八 三角眼接着直指站在一边的 楚嫣然和翠如 你们俩都姓什么叫什么 楚嫣然和翠如按照商量定的 把假名字说了出来 那三角眼脸色一沉 造化 造化 你们真真的是有福气 都对上了 然后转身对身后的几名假士 招招手 这几个人都是 抓起来 都抓起来 沈万三一愣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二话不说 问了姓名就要抓呀 这也太没有王法了 那几名假士靠近楚嫣然 他双手一拦 挡在楚嫣然身前喝道 我们犯了什么法 为何不分青红皂白 就要抓人 他觉得 这些人可能听说自己是商人 想勒索些钱财 并不是真的要抓人 郭如意倒是很激烈 他已经明白了 钱能通神的道理 尤其是这些宫门里的人 于是急忙拿出了一张钞臂 递给那三角眼 拿着拿着 兵爷 您拿着 就当我孝敬您一点茶水钱 那三角眼一把夺过钞臂 但是眼神更加凶恶 抓抓抓都抓起来 一帮该死的东西 以为给我点银子就没事了 银子照收 人照抓 一边说着 一边摆手 一个假士忽然从郭如意背后扑过来 把他按倒在地 用绳子捆上了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 沈万三 作者 李萌 颇奖 祝乐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 下集分解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历史题材小说 民企教父 沈万三 作者 李萌 颇奖 祝乐 喜马拉雅出品 八十集 沈万三 也被抓住了 听着妻子 和翠儒的尖叫声 刚刚以为这些人 想勒索一些钱财的想法 消失了 随之怀疑的 是刘家 或者切莫而胡搞的鬼 因为 只有这两拨人 能够调动官府的势力 而且 只有他们 想抓住自己 考虑到这两点 他瞬间平静了下来 沉静的 对那三角眼说 是不是 切莫而胡 让你们来抓我的 那三角眼 哼了一声 谁他妈认识 什么虎不虎的 今儿你撞到我手里 就由不得你了 爷我 该等着发力士 一下子 抓到你们四个 沈万三听他 竟然公然 侮辱切莫而胡 那肯定 不会是 切莫而胡 派来的人 那会不会是 刘家的呢 那公爷 是不是 刘定一 叫你们抓的我 那三角眼 踢了他一脚 骂他 是朝廷让我抓的你 别他妈 瞎嚷嚷 沈万三 这下摸不着头脑了 不是刘家 也不是切莫而胡 自己的仇人 好像就这两家呀 不是复仇 难道自己 惹到谁了 够得上违法的 似乎也只有 和白连教的 那一点牵扯了 可是白连教那点事 很少有人知道 他们凭什么 就认准了自己呢 还有 他们是听到 名字之后才动的手 这几个假名字 没人知道啊 朝廷就算要抓自己 也该是通缉 沈万三三个字 怎么听到个假名字 就要抓人呢 楚燕然脾气暴躁 看到有人抓自己 马上又跳又闹 弄得几个假事 都不敢靠近 沈万三知道 不管怎么闹 都无济于事 唯一的结果 只能是多挨几下拳脚 于是对楚燕然大声说 燕然 别闹 让他们捆 天理自在人心 我自有说理的地方 到时候 不知道是谁倒霉呢 我看他们能怎么样 他故意这么说呀 是让那些人以为 他是有后台的 妄图用这个 虚张声势的办法 来恐吓他们 以求自救 或者让这些人 有所顾忌 可是那些假事 根本不理会他 四个人被捆成了一串 扔在了路边 自有人看管 无庸我交代 沈万三一直想借机会 和旁边那些人交流 以便脱身 但是不能如愿 一直等到了傍晚 守关卡的人撤走了 他和另外几十个 同样被捆起来的人一起 被押戒着 往他们来的方向走去 走了一段路 沈万三忽然发现 他们又回到了 前不久 刚刚没有入住的 那家小客栈 官兵把他们扔到客栈里的马厩 留下一个人看管之后 其余的去吃喝了 一个和沈万三一样 同样被捆在马厩里的人 问他 我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 你不是姓赵吧 沈万三看着正低头打盹的看守 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 姓啥不姓啥的 有什么关系 难道姓赵的就应该被砍头啊 那个人说话声音很爽了 听着给人一种信任感 只听这位哈哈一笑 然也 你说对了 姓赵的就该被砍头 恐怕你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吧 沈万三疑惑地看着他 什么时候了 咱别开这种无聊的玩笑了 好不好 那人连一板 我何时跟你开玩笑了 你是真不知道啊 还是假不知道啊 郭如意在旁边插话了 怎么 姓赵的就犯法呀 我从来没听说过 要是姓赵的就犯法 那死的人多了 我有好多朋友姓赵呢 人家不还是活得好好的 也没听说哪个 因为姓赵 就被夏宇砍头的 那个人摇摇头 随即又点点头 后生小辈没见识啊 没见识 不过 你小子也算知道点 人情事故 会伺候你家掌柜的 不是你伺候的好 他也到不了这里了 你如果不替你东家 多那一句嘴 我看八成就能躲过这一劫了 沈万三听的是云里雾里 套着一股子古怪 不过 看他的样子 根本没把眼前 已经深陷淋雨 而且随时可能有性命之忧 当一回事 一般 这种人不是傻子 就是真有本事 于是 想从他的嘴里探听些什么 说话的口气也敬重起来 那你怎么被抓到这来了 难道 也是因为你姓赵 那人很爱笑 说话之前 总喜欢哈哈一笑 这一次惊动了看守 那看守走过来 踢了他两脚 再他妈的叫 我先砍你几刀 那个人马上不说话了 等看守走远了 他忽然又笑起来 神秘地说 待会儿 不知道是谁砍几刀呢 沈万三听他这话呀 好像透露出某种玄机 难道这个人有高超的武艺 或者能自行解开束缚 然后教训那个看守 他重新又打量着这个人 借着朦胧的月光 他看到这个人 大约在三十岁上下 留着一副山羊胡子 穿着 也不这么考究 看样子 也就像一个杀猪屠狗的 市井理人 并没有奇特之处 只是 他那满脸神秘的微笑 总给人一种 高深莫测的感觉 便小声地问道 大哥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 楚燕然也被捆在这 和这么多大男人挨在一块 是让他又羞又气 看沈万三 一直和一个疯子一般的人说话 一点没有顾及自己 更是气上加气 用脚狠狠地 蹬了沈万三一下 你和这个滇虾聊啥呀 还是快想想办法 咱们怎么出去吧 你们谁身上有刀子 咱把绳子割断 然后悄悄溜走 不就行了吗 那山羊胡子 鄙视地看了他一眼 幸好在黑暗里 楚燕然看不清 不然啊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翠如用身子蹭蹭楚燕然 小声安慰道 小 忽然想到 现在自己啊 和楚燕然是假冒姐妹 不能称呼他小姐了 急慢改口 小不忍则乱大谋 你别急 那山羊胡子说 何为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我看 你们已经很乱了 不管大谋小谋 都给你们弄乱了 眼下除了等死 你们是没救了 待会儿 我自有妙计脱身 啊 哈哈哈哈 说着 他又笑起来了 沈万三听他说话 越来越觉得 不像是疯子 倒像是世外高人 用一副厚生小辈的语气 低声下气地说 大哥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你是为什么被抓来的 待会儿 你又怎么脱身呢 山羊胡子仰着头 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 过了一会儿 似乎看沈万三 没有再问下去 他自己有心仰起来 他很享受那种 被人羡慕不已的感觉 但是没人理会 他就难受了 怎么 你不问我了 不求教我了 我看你诚心诚意 说不定会说的 虽然是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 郭如意还是笑了起来 哼 你这疯汉子 是不是就想别人求你 那我求你 我求求你 别再开口了 别说了 没人听你是怎么逃走的 死到临头了 还拿人开心呢 那山羊胡子 好像很生气 气得想跺脚啊 可是手脚都被捆着 只能象征性地 抬了抬腿 你说啥 你瞧不起我 你敢说 你是瞧不起我吗 沈万三看他 好像真动气了 就想训斥一下郭如意 不过又一想 说不定郭如意这一击 他就说实话了 于是闭起嘴巴 沉默是今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 沈万三 欢迎继续收听 嘿 郭如意啊 听了那疯汉的话 他更加开心了 我怎么不是瞧不起你 我就是瞧不起你 你说你有啥让我瞧得起的 有种你跑啊 你要是真跑了 我一定瞧得起你 那山羊胡子呀 气得是无话可说 点点头 对 对 我现在是逃不了 不过 我迟早能脱身 你们就不行了 逃跑 没你们的份 砍头 你们却人人有份 沈万三 害怕他一怒之后 就此闭嘴 知道这个人 是顺毛铃 于是呢 就顺着他说 大哥 我信 我信啊 你能够脱身 只是 我不知道 姓赵的 为啥就要被砍头啊 还望 大哥刺脚 我就是死了 也不想做个糊涂鬼呀 山羊胡子 听他说话很客气 好像很满意 这样啊 气顺多了 很得意的说 你这个后生 说话重听 不过 别老是叫我大哥 我这岁数啊 当你一生大叔 应该不占你的便宜吧 沈万三一愣 这汉子呀 简直太不通事故 明明比自己呢 也就大个五六岁吧 叫一声大哥 那已经很客气了 怎么能称得上一个叔子呢 不过 沈万三性子随和 从来不在乎什么虚理 叫你一声大叔 我又不少一块肉 哈 海湾大叔自讲 郭如一听沈万三 真叫那疯汉子大叔 心里气愤 万三哥 别听这遭汉子瞎说 他知道啥呀 就是骗咱们玩的 他要真有本事 能被捆在这啊 山羊胡子 这次没生气 我是有本事 等等 你就知道了 好后生 你刚刚问我姓赵的 为啥就该杀头 我问你 你没有听说 这上边扳下了捕杀令吗 虽然是在黑暗里 对方看不见 沈万三还是茫然的摇摇头 捕杀令 什么捕杀令 专门杀姓赵的 山羊胡子道 算你聪明 说的一点没错 专门杀你们这些姓赵的 郭如意又要出言顶撞 沈万三碰碰他 让他闭嘴 又对那山羊胡子说 大叔 你是从哪听来的 朝廷怎么会下这种荒唐的捕杀令 这你就不知道了 我从哪里知道的 自然不能跟你说 反正 这事是千真万确 不仅要杀姓赵的 天下五大姓 张王李刘赵 统统要杀 你死得不远 那么多人陪着呢 以后说不定啊 还有很多这五姓的人去陪你 死了 也不寂寞 郭如意忍不住问道 那你姓什么 你既然知道这五姓要砍头 为啥不隐姓埋名 看来你是胡言乱语 吓唬人的 山羊胡子接着说 我说你没见识 看来你是一丁点见识都没有 我怎么会是因为姓这五个姓被抓呢 我是因为帮那几个范思岩的说话 惹恼了这些当兵的被抓了起来 我才没那么傻 明明知道姓赵的要砍头 还伸着脖子让人家去砍 说着说着忽然觉得 这件事情是华天下之大忌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笑又把那看守给惊动了 跑过来不客气 狠狠地踢了两脚 苍狼一声 爬出了腰间的钢刀 眼看要砍呢 沈万三急忙拦道 冰野刀下留人 是我逗他才惊到您的 您看他骨瘦如柴 惊不住您三拳两脚的 打死他惹您一声晦气 是不是 放过他这回 我保证啊 他不再打九年了 要是还惊到你啊 你打我 打我还不撑吗 那看守转过来 狠狠踢了沈万三一脚 打你怎么了 老子现在就打 说完又补了两脚 哎 这样好像这气消了 然后把刀又收了回去 警告了两遍就走了 那山羊胡子 听沈万三替他求情 觉得他很够义气 你 你 一句话没说完 就咳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接着说 你很讲义气啊 我老师脱号任侠 说白话呢 就是愿意当侠客 喜欢打抱不平 但是偏偏又手负鸡之力 你倒是和他有点像啊 沈万三并不理这些 追问的 朝廷为何要杀这天下五大兴啊 这事我早就知道了 听说啊 是有人看天下匪乱不止 就像当今皇上献了一道荒唐的计谋 要杀尽天下的汉人 可是呢 又觉得天下的汉人太多 杀不胜杀呀 所以才用了这么一个折中的办法 先把张王李刘赵 五姓的人给杀光了 之后啊 要不要再杀别的姓儿 我就不知道了 接着他自言自语起来 像当年驻王无道 大兴袍落之行 惊艳点的魏武帝曹操 也是兴狠手辣之辈 但是也没见哪个皇上这么狠毒 要杀尽天下人啊 你也说 杀尽这天下人之后 他这个皇帝还怎么当啊 他自言自语了一阵 觉得这个问题颇有些费脑筋 仰头沉思 想不明白当今圣上 为什么就敢杀这么多人 沈万三看他是既疯又呆 谈吐还似乎颇有文人雅式的气质 无论他说的捕杀令是真是假 这都够他伤脑筋的 其假名字 怎么偏偏就选中了这几个姓呢 转念又一想 他从南皮城一路走来 经过众多的关卡 用的都是假名字 从来没出过半点差错呀 怎么到了江浙地面上 他就不行了呢 按理说南皮离大都近 朝廷的指令应该是由北望南的 怎么自己在北边没有被抓 这到了南边反而出事呢 他不知道 朝廷这道捕杀令早就应该施行了 是脱脱故意拖着不办 等到了最后时刻才通令各地 但是不久 韩山童在河北起兵 虽然很快被扑灭了 但是造成的声势 确实震动朝野 为了不再引起动乱 地方官员都尽量不执行这道捕杀令 只是江南暂时平静 没有人造反 所以地方官执行这道荒唐的命令时 无所顾忌 下边的人更是趁机扣拿索要钱财 沈万三觉得现在没有时间想这些了 应该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怎么脱身上 听这痴汉口口声声有脱身的妙计 不知道他是在瞎说还是真有办法 如果他有办法 不知道能不能自己也借来用一用呢 就想从他的嘴里把这个妙计给套出来 于是说道 大叔 一句话还没说完 那汉子又自言自语起来 像当年 魏蜀三国鼎立 豪杰辈出 就是有个吧 奸臣也是道义有道啊 正大光明的 耀阳阳辈出 对老百姓都不忍滥杀 不像如今 哎 世道不借 说啥都没用啊 沈万三听他自言自语的口音 像是山西一带 哎 这倒是个借口 听大叔的口音 好像是近地人吧 大叔所言不错 官逼民反啊 这次黄河滩上闹事 我是亲眼目睹 场面 确实吓人 他听了那个汉子的口气 觉得他可能对这一类事情 比较感兴趣 就故意呢 把这个话题抛出来 希望引起他的注意 然后才好慢慢地套他的话 可是他突然听到那痴汉 噓 怎么着 让自己闭嘴 然后敲声说 人来了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民企教父沈万三 作者李萌 颇奖 祝乐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集分解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